每次同学好 他是政大民族所的措施官 他现在在政大的人民中心工作 所以现在可以跟我们非常多 政大民族所的一些 目前的工作的状况 那其实他在黑底珍的 这些拼谱的年轻人 他们有一本书叫没有名字的人 里头就分享了很多 他们个人的一些认同的 拨索的过程 那大家如果 我非常推荐 就我觉得就大家其实认同的拨索过程 都是非常值得尊重 然后非常珍贵的经验 那我想学好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民族文化復证的经验 那第二位讲者是宇甄 那宇甄就是大家也很熟悉 我们的 呃 我们我们系上的朔白森 然后上礼拜其实也有分享过 我们去年就是到了马卡道 有他带领我们去了几个部落 然后这几个马卡道的部落 其实他们跟周遭族群 有很不同的互动的方式 那我画期实现了非常非常多样的样态 那宇甄也分享了他自己的田野工作 就是在去年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收获 那我想今天宇甄应该也会继续 因为他这几年都在做很多的 等于今天晚上 然后赶快去呃 有部落会议 那其实在部落长期生根的过程中 应该也有很多新的发现 那就很高兴今天邀请到这两位这个年轻 有获利的讲者 那请大家欢迎 谢谢老师 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呃 一目一单的网络 邀家 哈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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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全豪 那刚刚介绍的是我的就是主语 就是大家好 然后我叫哈利亚 哈利亚 是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 哈利亚 是我爸爸的名字 那巴仔族 我们的族名的主持人方式 就是前面是自己的名字 然后后面是爸爸的名字 那就是我简短的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留任同到现在 大概做了些什么 然后分享一些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大家做 对就简短的分享 那开始之前就是这是我自己常常会在做反思的东西 就是常常会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 然后我是谁 然后接下来会去哪 那这也对我们自己 族群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 第一个是没有法理成分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普遍族人的 对自己的认同不是这么的强烈 这也是到年轻一旦 所以 每每就是我自己 就是飘掉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该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会白头去看 过去我的家人 或者是我这一路做的一些什么 所以其实跟大家今天这样做分享 也是在之前是我自己的生命运程 那 其实 一开始会去讲的是 其实我 除了 这个 发展的身份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布农族的成分 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族称 常常在小时候的时候 小时候的时候 让我会非常的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跟对大的其实 所以我到底是谁 那我就慢慢的来讲 找自己的故事 就是 我大概1989年出生 然后 出生在南投福县的 福利爱兰这个地方 那我开始对自己比较明确说 自己好像是某一个族的人 是发展族的人 大概是到99年 就是大概我小学 五年前 那个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办了一个多年 所以我 其实 才开始知道 我好像是某一个族的 是发展族的人 那我在 那个 爱兰这边长大 所以 其实对我来说 一开始 发展有什么概念 我不会做 你就会觉得 村子里面的人 都是家人 也都认识 那 除了不同姓氏 不是 新潘的人之外 其他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我的 家人 或者是姻亲关系的 亲藤好友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比较明确知道的是 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我们那边 虽然现在叫爱兰 但其实他有个旧地名叫 阿乌兰 那现在转移成 就是乌牛兰 就是 现在的乌牛兰社 那 回头一望 才知道 这个就是 发展族 搬迁到南投福厘以后 他主要的聚取地 在这个地方 那也是我所想的那地方 所以 我就是一个 呃 南投福厘以后来社长大的人 然后这就是我 那 刚刚有提到就是 怎么样开始认识自己 就是 我们 常常会提到的 呃 呃 在1999年的时候 之前 就是 是 八战福的 现在主要奔地 已奔布在 台中的 大社 曾刚 曾刚区 然后 南苗栗的 余潭三乡 还有南投福厘 那时候 就有几个长辈 他们就 觉得 呃 很久没有办成长过年 然后也很久没有大家 互相来往 那种感觉 所以就 就是感性成基督宗教的 所以 就在 拜访过年的隔一天 大家一起做 改天礼拜 然后有个会后的照片 对 那 我也是在认识的时候 我发现我原来 不是只有我们那边 是 发展族人 然后不是只有我们那边 星盘 其实还有在远地的 台中啊 苗栗啊 那边都还有星盘的人 但对我来说 其实 就是一个新的看见 一个 一个新的开示 那我会 对自己的族群有认同 或自己有想法 其实 一开始都不是说 我是什么族 一开始就觉得 这些都是我的长辈 是我的家人 然后 他就是这群 拥毅的 暗蓝的人 暗蓝的人 然后 这边讲一个小小影片 那 在那个 传统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办一些 把我们的 办传统过年 会展现一些 我们 过去的 传统季的一些 重要项目 其中一个是走标 那 诶 出来了 没有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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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走标 或者是过去 去 去选拔 成年人 或者是说 呃 未来可以承担 族群任务的 那个人 对 那 会抓这个影片 其实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明确的印象 除了半过年之外 当年 跑 所有总锦标 就是各个年龄层去跑步 然后 我们有个特别的位置 就是跑到所有年龄阶层 然后又跑第一名的那个人 会拿到最大的旗帜 那对我来说 就是拿头琴的人 那那个人 其实就是我父亲 那 刚刚那边 跑的小孩 其实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弟弟 那对我来说 其实当年就是这个印象 就是 我是跟着跑的那个人 然后 也因为这样 莫名其妙的 就跟着这样跑了这么多年 就是 其实回头 我都觉得蛮有趣的 当年是觉得好玩 觉得 欸我 爸爸怎么可以跑这么快 但是后来 其实 回头去问我爸 说他刚下起来是很痛苦 因为 因为 我跟 呃 当年做所有事情的 都是长辈说要做事 但是执行的 大部分是我爸爸跟一些青年的 呃 叔叔们 那我爸是主要去负责的人 那 我们前一天用到11点多 他肯定又去跑上跑 其实他就当下只是 为了觉得要 维持那个荣誉 他觉得那个心很重要 所以他继续做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我个人对自己的 很明确的开始 就是 从99年开始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那 右手边这个图就是 会有不同 呃 大小的旗子 那就是 传统的旗子是 情人家居 然后最高的荣誉 其实就是 那个旗子 其实那个也不是什么 贵重的东西 但对族人来说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 大家都想把这东西 留在自己的部落 然后 就有这样的使命感 就拿着那个旗子的人 就会 一直做下去 那很有趣的 当年拿到前三名的人 都是后来做族群运动 到现在 我们在做的 有三个人 都是前三名 然后 然后 这人就是我 然后 跟我的家 那我爸爸就是 当年就是 刚好说的 他是 呃 相对于当时 他是年轻人 所以他就是 当总干事 就是 长辈们 好论完之后 去执行的 然后做到二十年后 他就变到理事长 因为上面的长辈 也 慢慢的回去 所以 就是一代一代传的过程 对 那再来是 讲到是 身份的转变 就是 怎么样去说自己是 呃 另外一个 标记的身份 其实我就是 相信大家可能都 不知道你说过 就是调查自己的祖父 或者是 这是 那支实习的 户籍成本 然后 这是我那时候 给 自己的小讨课 我就去追 我的阿公阿嬤往上追 他的 比如说 这上面是我 然后再是 我的爸爸 等一下 好想看 然后是我的阿公阿嬤 甚至爸爸那边的分支 然后 上面是 甚至阿嬤那边 然后就这样 往上延伸 那可以 现在可以找到 文字之料 大概是7秒 对吧 所以那女具发现 其实我们不是 凭空出生的一群人 是其实 在这块土地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待很久的人 只是说 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 我们的长辈 比较少去说自己的故事 说我们从哪里来 然后 我们是谁 对吧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另外一个开始 除了是99年的那个过程 另外是自己去爬的时候 才发现 哇 上面有好多人 然后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 就是 比如说 阿图努 国内 拉伊 阿露 这些其实都不是很常见的名字 然后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名字转换 然后 从原来的 像我刚才的 村荣民是 两个族民 组成 就是 然后 然后 转换到 潘 转换到现在 我的阿公内被 就变成是 潘文正 阿妈 潘玉佑 就已经转换了 就没有在文字实践上 有看自己的名字 这是我自己发现 自己的家的一些 小小过程 然后也是 这个是我 就我们来信他 可是 我后来改姓 就是改姓田 主要是因为 因为要读书的关系 但是 因为 呃 高中的时候 因为 就是一些家里的状况 就没办法去升学 因为就是 有家人生病 所以没办法 钱花完了 所以 就是才能 跟我们说 可以 换个身份 有办法继续堵书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样的身份 换成了布农组 然后 才有继续堵书的机会 对 然后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另外一个转换 因为我到高中才换 有原住民身份 所以过去没办法参加 有原住民社团 突然会说 你是名单内的人 你要来参加 对 我就会有办法去社团 或者是说 大家会说 就是出现了一个 布农组的学弟 所以对我来说 那就是另外一个 新的变化 因为以前没有 现在有 只是因为我的名字不一样了 然后 我也要重新去认识一个 我对布农组的认识真的相对少 因为我是在爱兰的部落长大 所以其实我对发展熟悉度 会高于布农的部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感性后变的 比如说会不会叫去参加于比赛 比赛 比赛浓语 或者是去 代表学校去 外省市参加一些 原名的文化活动 那我觉得感化 除了自己那时候 失忆有点不忍之外 另外一个是 也是一个新的态势 就让我回去想想 我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在哪里 或者是 自己的文化在哪里 我就去对 去跟人家吻 然后去做对后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我发现了 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是 离开我熟悉的家 因为我到高中才离开埔林 到南投市的中心新村 读中心高中 然后才有发现很多不同 不然我其实在南投埔林 我渡国教 我渡国中渡幼之缘 我的认同 我的认同 分别人都很简单 就是信派的人 跟其他信誓的人 跟山上的原住民朋友 就三种人 就是我小时候对人群的分类 但高中就开始有新的队分类 那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部分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 发展是什么 那 那 我也 我就是用 呃 除了过去的记录之外 那 我很 幸运的就是 读完高中 读完大学 在 我就是在正大名租系读书 毕业之后 然后也 也顺利的考到正大名租所 产地支销班 就直接到 硕士班 就学 那 那 那时候我想了 要做很多题目 但 慢慢的 就是 突然就是 让我决定做到自己的 巴仔族的论文 是因为 这些长辈 就是第一个 巴仔族 就是 常常 搜寻巴仔族 跳出来的 半天字的那个 老奶奶 但其实她是我的真主母 就是 那个 会被说是 最后一个 用巴仔族语 讲话的 老奶奶 但是 其实 对我自己族人来说 那个 新闻 或那个 文章的内容 不是那么正确 是因为 对我来说 村子里面的长辈都很在讲 只是说这个 他 当时候 有跟 那个 中研院的李仑葵老师 有做出了一本 巴仔族语 的词典 所以 他就是一个标志心 他走了 好像就是 族人都不见了 是 族人都还在 然后族语其实 还在 村子里面流动 对啊 所以 那时候对我来说 族人不见 我好像就真的不见了 但我觉得 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 我的论文就是 把这些东西 我就把它 做一个集结 做整理 就是把它变成我论文的内容 那 我就希望可以 藉由自己这样的整理 还有 站在 这群巨人 就是这群长辈的剑上 我就是站在他们前面 顾一顾走的那个人 把这个东西 做整理 做 记录 就是用 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做 那 我那时候论文的设定 就是 想要用 呃 现在的九族 到现在的十六族 其实他们做到分类时候 其实有做民族认定这个工作 那我就想要试试看看 假设用八寨族 现有的现况 那做 一样的认定 是不是有没有 有可能 它可以成为 现在的法定原住民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东西 去做出发 那我其实最大的期待 是想说 那时候的想法是 下次十六族 都有个图腾 我也期待我自己的 族人的图腾 可以出现在 不管是圆明会 或是族娱乐园的 其中一个圈圈里面 好 那我就是按着这样去做检视 就是八寨族 台湾正名运动 它到底在哪里 那它有没有 成为一个民族的条件 它有没有 或者我们过程 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那累积了什么 最后是看我们的未来 会怎么走 这是我 那时候在论文的架构 那也用这样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原住民在正名运动 其实从1603到1994 我只有抓很大袋 就是原住民的名字 其实一直在做转换 在历史中 一直变一直变 到现在还有在 还在做变化跟转换中 那 其实正名运动很重要的 就是要去辨别跟确认 你是谁 这个工作就是 因为它很 对台湾来说很明确 它是卡到 它有个人权的 保护措施 跟约会措施 那这个其实也是 平埔在做民族认定 或做政民动 一直卡关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其实 还在他们 这个相信它 如果在关注的话 其实都可以 多少有这件事情 所以圣诞认定 其实就是在明确 确定这个人 他可不可以想要这样的权利 那民族认定就是 集取之后 他这群人 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民族 那 以原民会来说 现在对平埔的族群 大概有九族 但其实是超过的 那平埔没有办法成为 或发展有办法成为一个 法定的身份 其实一直以来 到现在 常常被提到的是 有四个年 就是从 四五四六八八 四八五二 他没有办法做登记 他没有去登记 所以放弃身份 所以 我们还在努力是因为这个关系 但对自己主人 因为我最近是主人身份 其实对我们那时候的 家人们来说 以我自己做田野 其实大时候大家有两种 一种是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个 因为没有人会了解 这个法定要去做登记 另外一次根本也没有人到村子 想说你要去做身份登记 那甚至像南投部里这边的话 很多在原外乡的 现代的人民 他们根本也没有被登记 做这些动作 但是直接被登记了 所以这个东西说 后面说 我们不去登记 就被卡住 其实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 你卡的格当 所以 其实我旁边登记 其实也是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 因为 我们没有被登记 结果 我们被赶走 最后我们变成主人 不管说自己是谁 其实是有这样的 我们的时代跟损款 然后 因为要用这样的柜子去套 我就使得用说 在伊万岛 那我来说就是 现在是考试委员 他曾经在自己的一个文章 我说过 其实语言 是一个明显的民族边界 那对发展来说 就是我想要用这个 游戏柜子去套 其实我们还有语言文字 那有文化认定 所以我想要做出看 这样是有机会的 然后想一个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其实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 最早应该是在 现在的台中 阿里社或者枫园区这个大区块 然后 有一批人 曾经跑到现在的裸洞 就是阿里社社的人 但是这群人后来也是在土地争折中 就是消失了 只有留了 我们的族语的一些文字 比如说漏洞是我们的猴子的意思 漏洞 然后 还有那个我们常放的夜市那边的庙里面有一个潘行文的台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但是我们有一批人跑去那里 但是后来 就是那群人被杀了 乱七八糟 就消失 或者躲起来了 然后第二批我们的转换 是跑到南投的埔里 那这次的转换 其实不思九八宅主 很多道塔斯阿 然后 帕兔拉 这些 这些平埔路循的人也一起进去 然后另外有批人是跑到刚才说的 杨栗县的三亿旅坛的那个地方 叫大巴 那边还有一群聚聚地 所以如果他找大宅主人在那边也还找得到 那以现在来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域大概就分这三个地方 我们就是 就是八宅主人 明确的话是住在这里 那讲文化的话 常常会讲到就是 为什么我们八宅主人都常常跟教会连在一起 就是大家常常会问的 其实我们会跟教会连在一起有两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一个头目 他曾经 因为他受伤 他没办法用传统医疗得到复原 所以他经过台中的家人介绍说 当年在台南那边有外国人的厉害 然后他就去那边得到医治 然后也因为医疗传教的关系 就把基督教带到了能够福利 所以整个族人就集体改信 那也因为教会的传入 就是族人得到了教育的机会跟医导的机会 就是我们就开始会学会用罗马拼音 所以因为以前人没有办法去上学 所以以前的长辈他们写书信都是用拼音的方式 不管是拼族语或拼台语 就你可能看全部都是罗马兹 但是他其实在讲他使用的语言 那也因为教会的关系 有不办法传下去语言 那也因为教会的关系 族人 因为每周都要聚会 那除了本来的家族关系之外 又因为宗教关系 大家会一直聚在一起 有机会常常见面 然后连结 所以 因为宗教的关系 八载文化 留了相对久也完整一些 另外是 因为教会有一些音乐 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些音乐就是用 可能用八载文章歌谣的 那个曲调填词 或者是用 呃 外国的那些盛乐的歌 填着八载族的歌词 这样去过 所以会留下这些东西 那就是因为教会的关系 让语言留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过程中 呃 呃 认定的过程 做了些什么 然后这边是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其实这三个地方 刚刚说的大社啊 艾兰啊 驴玉坛啊 很重要都是有一些 呃 愿意投入的一些长辈 他们去做 呃 一开始的号召 那号召之后 就他们的 可能运用家会的力量 把他们的长后背带进来 一起做 推动工作 所以才可以把 呃 办了一个大型的串通过年 对 然后 也因为 这群人他分属在不同的 教会组织 就是上面听到 大社长辈教会 艾兰 长辈教会 跟云汉教会 所以其实 也因为教会关系 他们 又成立了协会 因为教会毕竟属性是传教 跟做文化工作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 这群长辈们就成立了协会去 呃 不管去 就用协会的名义 去办各种活动 那这是发展在做文化传承的 三个重要的 据点 教会跟协会 那除了这群 协会 教会之外 还有三个组织是 做文化传承 或推动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 对艾兰来说 是蓝潮 就蓝潮是什么 它就是 呃 因为 教会 这边的人 就是慢慢的发展 人人越越多 所以有人就会分到 北中南区去工作 那 大家因为对于自己土地 或自己 老家的 呃 呃 想念 或者是维持感情 所以他们就有爱人的侨民 然后他们持续的有在做聚集跟联解 所以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这群侨民都会回来 对 那即便到 二十年后的现在 其实还是有 只是说他的力量都已经相对薄弱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强大 那另外一个是 呃 对我们高中买多的是大理哲学会 那他在2000年成立 那他的理事长是那个刘一场老师 跟 外观音乐师 那他们 其实就一直在推动 呃 埔里 或南投地区的各族群的文化 因为他们希望 让台湾的各个族群的文化 都能往前传到 互相尊重 互相 呃 帮忙 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让大家的文化 度到下一个时代 这是这个协会的 终止 然后再来是 平补原住民协会 那这个人是 那这个人是 他的创立的人是 除了台湾的这样串联之外 他自己也有跑到联合国去做一些 表达自己 我们是 那台湾的住民主 老师八百祖 那他的儿子 就是潘济阳先生 也是当年有 在联合国有提呼说 台湾没有尊重 平补社群的 那个文化的身份 所以曾经有 有一 一个事件是 联合国有派人 到台湾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 后来不了了之 因为 后来其实大家也是 原民会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就 就不去了 那 那这就是 嗯 20年来 八百祖人就做了 改白这几项的工作 去做附责 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串联 除了串联我们 各个部落的族人 再次串联 不同 附近的族群 然后再次 写程庆 这是一开始的手段 可是发现 这三个 对我们来说 其实都 效果有一定的程度 就 没有再下一个步 所以对 长辈他们 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他们希望 对外 没办法得到 至少对内 可以让自己的文化 继续走下去 所以就做了 可能像展览 或文化传承 甚至很重要的做书写 就是把东西 留下来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可以到后代 可以找回自己的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对外来说 这些东西就是 对主人 或者对主群的 一个很大的强行政 然后下一个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 是五块负责 到底做过了什么 那刚刚有一个提到 就是第一年半的重重过年 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决定 要重续办 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谁 因为已经 从这个时代就停了 就没在做 那从那个开始之后 虽然说 年初半 年 接近九月 二十一就提振 然后就很尴尬 那时候刚好 我们都是在灾区 所以我们的 算是 史上很惨重 对 我在普林 那时候我记得 我小时候 地震完 学校倒 然后很多房子都倒 所以对我来说 那时候对主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大家其实年初才讨论说 我要好好的办 明天要换下个地方办 可是因为马上遇到地震 所以我们就 音乐这个大事 所以不能继续 可是 因为这样 带来一晚变化 是在03年之后 2003年 就是 我们变得是 点点开花 爱然这边自己办 苗栗 驴团办 还有现在的葛哈乌 就是 其实对我来说 这是 当年在99年是一起办 但是后来就分开办 对 就是我们就是 持续有继续做一些 办理活动的过年 那我这边只是 先写到 014年 但是对爱然来说 我们后半段 能量真的 比较有限 因为长辈比较好 年纪 有 然后我们 没有申请太多机会 都是大家出资办 所以后来就是 能量就减少 就变得没有赞助 然后再来是 驴玉坛的话 驴玉坛 这边办的就是相对的稳定 一直办到 疫情前 他们一直持续的来办 那 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主要的 呃 潘大舟长 他过去是在 调利 的 民政局的 副局长吧 所以他在对于 升级经费办理活动 都特别有经验 所以再加上 他自己的组织力量 所以可以持续的 一直做过年的活动 那这边就是 简单的 呈现说 哎 前面半段 就是 都是族人教会的参与 后半段就是 友善的 就是 连续啊 可能大卡斯 那表弟话就是 大卡斯跟 山下啊 太亚族啊 或他们在地的客家的朋友 会来参加我们的过年 对 那这两边的过年 其实很重要 虽然是各自干 但有十几个比较元素是重要的是 我们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千年走标 欧姆语展业 或者金佩刀 这些活动 这都是从 不管从我们的文献 或者是从99年到后来分开办 大家持续都一直在做 所以 从 外围来看 虽然说 他的 形式跟传统有不一样 但是 他还是有 抓住一些 我们还是很坚持 有些东西不能放掉 那外围的话就是 一些活动 或者是展业 第二层的话 呃 因为是 因为是有跟基督宗教的连结 所以有祈祷这个过程 大概都会有 那是唱我们的传统鼓标 IN 然后再来是 用母语讲故事跟走标 还有最后的共识 那这就是我们最恶心 不管去哪里 我们都会做的 就是 走标的日期就是现在的 好理解是马拉松 对 然后 敲从国的话 就是 就是有长辈去敲通过 主要 以前的主要工作 是要提醒整个族人 说 哎我们要过年了 请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这些都是由 老 就是阿嬷 或者是 都是奶奶为主 好 然后这个就是 走标 那我用影片给大家看 那走标的话 刚刚有稍微简单提到 其实走标就是 就是大家 会去分年营 然后去做茶 好 对啊 对啊他就是分年营权去跑 然后 大家就是这个部落会去做比赛 那以前啊 不要讲99年 在更早以前办的话 是 每个部落会满流办 然后 会去 比如说今年是 爱党办 那我们会办一场 大家去跑一个 然后或者是守城的 呃 然后那边办一场 我跟人去考 那时候跑的 就是跑什么浮衣 跑一圈 每个部落都去绕 所以以前来说 这个是 相当不容易的 你要考完 其实 要一点点的 你身体要厚重 然后你有办法坚持那种常乐 然后也不能偷偷的 切西瓜 对 就是 就是对大家是 当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的 对啊 那时候就是大家 有这样的留意 就有活动 我先看一点点 然后晚一点 多的时间再看别人 然后下一个是 那时候出了铜楼 铜楼 铜楼的话就是 有长辈 就是一个老奶奶 当年 99年 事情 潘均域来做 他带头打那个 乔楼 然后有后面的奶奶们 就是一起跟着 他们是用 模拟在村子去走一圈的样子 那后半段 就变成是一个舞蹈 就是在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不然穿得过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舞蹈的样子 真的 学hhhh xd n y a y m y y 因為白牛的現在可能效果 它就變成一個就是意向式的狀態 因為以前艾蘭來說整個順序都是族人 所以去做這樣的東西是可以成型也可以做得到 可是到現在族人比較沒那麼多的時候 他這樣做其實就就比較沒辦法像以前那樣 同時去做通報啊做處理 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那個當時我特別請餐巨慶 那個我打奏來做 也就是給大家瞭解說 我們覺得是什麼去做成長過年的通知 然後請大家聚集在一起這樣 然後最後的是牽田 那牽田它的最重要的是 讓大家再一次的聚在一起 然後有長輩去唱各家的可能是家族故事 我們怎麼遷徙過來 或者是喜慶或什麼的 那因為是一家一家唱 然後換成就是用一樣的曲調 但是有族人直接 freestyle嘛 就直接填詞 他就一直補一直補 所以他們一直唱可以唱成完 對 但是近幾年能唱的人已經越來越少 所以慢慢的都變成是放以前的舊歌 所以對我們現在來說 另外一個新的挑戰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再來培養新的一代 帶你唱的人 然後也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創新的歌 繼續講這幾年的故事 那這件事情其實有一點點的起頭 就是 以巴仔跟葛哈歐這邊 其實現在我們幾年新一代 也有組了一個青年會 然後我們有一個 一樣是青年 他是讀音樂系 他對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熱忱 所以他開始在練習做甜詞 所以可能再過一兩年 我們就可以試著唱自己的歌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的形式就是有曲子 我們就是 林唱者唱完一句時候 大家喝著唱 對 我們以前的青田的位置啊 他就是 他讓我提到的走標 你當年 譬如說 我的父親是拿到頭期的那個人 所以當晚 就是要到我們家 然後 我們要 擺桌宴請大家 然後大家會在我們家的院子裡 一起唱 就是 一起共食 吃東西之後 最重要的是會揮火 然後 然後就一家一家的來唱自家的歌 然後這樣子唱 唱到 對 我知道了 是到三四點 那可能唱到天亮的那個 我就沒有遇到 那這是我們 唱傳統各樣的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應該是比較核心的東西 所以不管 呃 我們的族群的 活動怎麼進行都是一直抓住的三個要素 那再來另外一個剛剛一直提到的 白萊族母語有的相對晚證 所以其實 從那個潘俊玉老師開始 他就一直 有開班 就是做教學 做下一代的族群老師 然後所以 就做了很多族群的流程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我們 會去投教育部的族群文學獎比賽 那這次比較特別是因為教育部的文學獎 他沒有限定一定要法定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 找到一個人就 找到 可以展現的機會 就想要把自己出了學的注意之外 你把自己學的成果展現出來 那就是在 這幾年 其實到 前一年都持續有參加 那久了在一百年的時候 因為 有人投訴或是說 因為族群可能沒有身份 所以那年 是沒辦法參加 就是取消我們所有的投稿作品 但是後來我們去爭取說 這個是文學比賽 是不是 就是 不是糾結在政治的那一塊 所以後來教育部有接受這樣的 我們的聲音 所以後續就一直去有參加 那在參加的過程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小小的累積 長輩們都有得到一些作品的呈現這樣 然後再來是 大家可能 這是舊版的九屆教材的封面 那九屆教材 它其實就是現在 從國小、國中 那現在僅僅了到十二屆 又到道中 因為它變那個 國家語言 那在做九屆教材的那時候 在2003年 就是 政大運動心的團隊 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牛舊老師 他們來到埔里 南童做教材的時候 發現 八宅族 因為他們 其他人不要說 這群人還有語言 還有人會講 所以 我的 現在的老闆 就私心的 偷偷的讓八宅族 跟可哈屋 這兩個女 做教材 然後 就有了這一套 可是這個東西 就被冷凍住 因為它 之後被發現 就是它沒有原本身份 所以這個教材 就 就只有 就是 在那邊有一套 然後 圖人那邊 留的是一些我的檔 跟一些文件 所以我們就靠著 因為不能出版 所以 我們就拿著 舊遊的 那些長輩們就拿 我們的手機器 因為我們合作做教材 一定有一些文件資料 所以就是 根據那個自己做的教師手冊 然後還有一些 擴增的文字教材 然後 到後續都有一些 做一些補充 所以其實 即便沒有辦法 在 市面上被看到 其實圖人 還是在默默在 想辦法 讓這個東西 可以 更擴重 可以使用 然後 再也就是我 也曾經去參加 一些國力計畫 就是 委員會的國力計畫 那我們是做一些 無法的 負責工作 那最重要是 要做無法負責 就是 那巴仔來說 他其實最做多的是 做語言課 然後做過年 或者是教 出書 就剛剛看到那些書本 那在鳥莉來說 當然是做語言跟紀錄 他們做這個為主 那如果持續 一直用各種方式 想要讓語言跟文化 給我成像 好 然後最後就是要講的就是 欸就是巴仔主到底 講了這麼多 我們有 聚居地 然後 有文化 有語言 那到底 我們可不可以 有辦法成為 就是用量的規矩套上去 我們是不是可以成為原住民族 那對我來說其實 身分動力 對巴仔主 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對我來說 是 就是自我認同的強化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薄落到 大家雖然說 知道我是族人 但他不會很 直接跟人家講說 我是誰 就是變成比較隱藏隱形的狀態 那另外的是 會希望可以有 有明確的民族認定之後 大家對自己 傳承文化 或語言會比較 覺得 不會這麼悲觀 對 這以我現在的 青年一代 或者是長輩 就中生代來說 這個是蠻大的挑戰 那最後是保留土地 其實我們那邊的 族人 土地消失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我覺得會想 會消失 但是除了經濟因素 另外就是對自己 土地的認同 其實越來越少 就是大家都離開 那對這邊的 呃 強烈的情感就少了 所以這東西 會慢慢的散掉 那這邊就是我自己 那時候整體的是 族群認定 大概 怎麼樣去 呃 遇到的困難 最上面一定是 為什麼我們越南街都是 一定是覺得 對我們 這群人出現 很焦慮 到底有多少 不同的說法 是不是 蘋果族群進到 現在的原因 就是 原來世界 會很一團混亂 或者是說 資源全會吃光光 這是比較 一些 比較 急 我就是挑 上面的 就是 比較期待在兩側 但是其實在 不同的數位 曾經有表態 對蘋果族群的支持 不管是 不管是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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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其實 慢慢的 透過大家的對話 或者學者的一些研究 其實慢慢的累積 在現在的裡面 世界裡面 其實不是 都是只有壞處 對 就是慢慢的有一些轉快 那 在國家政策發展的民族發展 其實 這是我那時候 對自己 或對霸展族 寫的一些 想法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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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 族群的爆炸 然後 蘿蔔就是 資源 我是這樣做呈現 那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以 霸展族 單一層 進去 現在的原理體系 可能機會會高一些 那如果說是 單一族 或多族 要變成 現在的法源 其實機率 黨支其實是 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如果是 一群人進去 沒有支援 那其實這個東西 從 99年之前到現在 2022年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變化 即便現在憲法已經 剛過 但是 原民會的態度 或者是整體 原民社會的態度 還是在激烈討論當中 對啊 那對於我自己 一個八百族人來想 就是 其實什麼不變 都沒有做 其實是最 最不好的 所以 比較 私心問你族人 或我個人的想法來說 其實 最現實的話 就是我其實會期待 呃 先有一個法定的身份 這樣不管是我在 呃 教材進入校園 或者說我對教育族人 或者是在課本上的詮釋 就是 都可以比較有的 明確的力量說 我們是誰 對 但是如果要 一群人同時進去 又有 資源 又得到名字 這個是我們 還在 努力的部分 部分 就是 所有蘋果族群 各個族 我們都各自在努力 希望可以做的 我覺得這個是 除了是我們這個之外 也是現在法定民族民 需要一起討論 一起努力的地方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 其實 對八代族來說 其實就像是 哭魚之四裡面的那隻魚一樣 其實我們就很需要 民族認定 或者正確的 民族認同 不管是對話或對內 那剛剛得到這個認定 或這個明確的時候 我們活下去會 會比現在高更多 對 好 那這是我 當年做 族群或 就是我的論文的數學 是寫這些 那我就是開始 去回頭去想 那這過程 我到底做過了什麼 然後做了什麼 對 過去是長輩做 我做紀錄 那現在換我的話 我會做些什麼 所以 剛剛有一個 第一個提到就是 我從 99年 或者是 就是 到中國大學 就開始 有回家做紀錄 然後 就是 不管是拍照啊 或錄影啊 或寫東西 對 所以就是 我這邊 或者我的家人 都留見了很多 這些過年的紀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剛剛老師那個提到的 沒有名字人的書寫 對 那這個也是很感謝 當年 以真 還有義德 就是 我們讚寡被 也討會見面的時候 他提出這個想法 後來大家都真的 他們很用心的去推 然後去促成這個 那我覺得透過書寫 可以讓我們見到更多不同的人 其實 因為他這文 這文是書本之外 還有在網路上出 出卷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認識更多 好像 跟我們一樣 同一個世代 可是面對自己族群問題 都一直在努力的這群人 我們就可以 彼此交流 然後彼此認識 那這些 我們也因為這個書的連結 其實 一直持續到現在 大家都會彼此關心 然後繼續鼓勵大家做這件事 所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很推薦大家 去看這本書 買這本書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我分享的是 發展的書群 但這二十幾年 他到底做了什麼 那就我就把它變成我的論文 做下紀錄 那 其實另外一個 分享一個新的就是 我去寫這個論文的時候 除了想做紀錄 另外一個發現是 其實我們的東西很少 內部主人的觀點 另外一個是 體驗資料 其實沒有很多 都是多 所以我很多都是一手的資料 那另外一個 做完這個論文 另外一個新的是 其實 發現族人們的認同是沒有消失 只是都是隱藏起來 所以我希望藉我這個書寫 可以讓族人的故事 延續下去 然後未來給 不管是族人或非族人 想要對族群或對貌財族 想認識的 可以看這本書 可以少走一點彎路 因為其實進入到 各個部落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我 因為有幸我是族人 又從小到大 然後 我的家族就是在做文化符整的工作 所以我在做一些資料的整理 或者是做書寫的時候 相對遇到的困難少一點 那當然 因為它畢竟是入文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說遇到一些真正的關鍵因素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東西 確實我是能把它寫在裡面 但是 以整體來說 這個東西 我覺得算是一個 當時後 相對完整的紀錄 對啊 那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 可以帶給很多人幫助 那再來一個是 剛剛老師特別有提到 就是希望我介紹 我剛剛也有放 就是 我在正大園民中心 做 那個 工作 那 其實 我在 這邊的工作 最主要是 處理 台灣所有原住民 組語相關的 各種工作 那 這是我 我其實 畢業後 我就馬上去打兵 打到兵兵之後 我就馬上 就是我的 現在的 我的製導教授 黃基平老師 他請我回去 幫忙 所以我就 去做了這幾個計畫案 那這幾個計畫案 其實 我覺得運氣也很好 都做到一些 很稀有的 比如說 我們用 現在的組語 寫完幾百科 所以現在台灣原住民 的組語有五個語言別 現在 我們常用的 維基板科的語言列上面 是可以看得到的 從 人不到一千人的 撒基拉雅 然後到後來的 嗯 賽德克族 泰亞族 然後到第三波的是 台灣族 跟 那個 我一下想不想 阿美族 對 我們的原民第一大族 所以現在可以在 我們 使用的語言列上面 看到我們自己的族語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 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 九屆教材 就剛剛有提到 我有 一部分時間做 這些 幫助所有的 主教師做 教材的編寫 因為其實現在 主義教材 其實也另外一個 遇到一個困境 是 20年前編的 跟20年後的老師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邊看到一些困境 其實 就是 年輕一代的 我們 或者是主人 其實都可以慢慢的投入 接棒 做這樣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 才會幫他做下去 然後另外一個 剛剛我特別有感的是 做 並為語言計畫 那這個計畫 他的 執行方式就是 也會挑了 現在 十六組 42語 現在是43語 倒數十名的語言 就是語言很危急的 那個語言 然後他們 做了一個 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做師徒制 那就是請一個長輩 然後帶年輕的 可能 我這個年紀 或更小的年紀的人 全時間就是 類似 公非生的概念 老師有薪水 小學生有薪水 全時間跟著你老師做事 選足語 那我那時候沒辦的就是 撒克拉雅 少羽 跟格馬蘭 那 其實還有很多語 但是我覺得這三個 是我比較熟悉的 所以他們常常跟我說 欸 學好你 花了很多時間幫我們 可是你怎麼 沒有想過做自己的 所以其實 那給我很大的 提醒 所以我才後來會做更多事情 也是因為他們那一句話 對啊 像是我覺得很棒的一些成果是 通過這個計畫 少羽 原本他們能做出於教材便寫 或教學的老師 大概就有四位 可是因為這個計畫 出現了兩個年輕人 那一個現在就做在他們 原推動組織的 行政人員 然後一個是當 像公所的語推人員 然後另外一個是 比較常常會被提出來的 是 拉露瓦的 那個 漁帆 那他 接替他的老師 原貴老師 其實現在是在原民臺做 足以新聞的播報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計畫 是非常棒的 因為他給了 奄奄一息嗎 或是很辛苦很辛苦的語言 活下去的一個機會 那現在因為 種種因素 雖然暫時被停擺 但我期待未來 他們也 這個計畫也可以繼續實行 因為其實很多語言 都需要這樣的 資源跟幫助 然後再來又做過了 原推動組織 其實 那這個計畫是 現在的石油組 都有一個專門處理 語言的 專管 單位 那他們就是負責去調查 這個語言 在某個地方他缺什麼 比如說這個地方缺的是教材 缺的是老師 那未來在做資源的 提供的時候就不會 因為其中式的平等 對大家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有些地方他其實資源超多 他可能只是缺 需要去教的人 那一些是缺教材 感覺很缺額設備 所以原推動組織 我們那時候很重要 就是希望他 就是主任們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做盤點 比如說 到底有多少的老師 可以做資源 我有多少的教材 我有多少的東西可以用 所以我那時候是做 輔導這個的工作 然後在2020年 我是做助於文學獎的 那個承辦 就是 所以我也很開心 有那樣的機會 像過去就是我的家人 或主人去投 然後我後來 真正的了解 這樣的這個模式 到底是怎麼做 然後幫大家買這個文學獎 然後到了今年 就是我覺得更特別的是 因為國家語言法 的通過讓我們 教材 可以跟上現在的16族 一樣做教材 做到12節 那今年是做第10節 明年12 11 然後後年12 那我也 很開心是由我來做 因為 因為在做 溝通的時候 其實外人 跟其他人來做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或者說一些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很感謝在多年後 我有辦法到這個單位 然後做 當年也辦法出版的教材 那其他這個教材 可以慢慢的 吞出去 好 剛剛有說 就是 因為那群 朋友 因為有的朋友 所以我也跳出舒適圈 去試試看 因為過去的我 其實我不太 在外面說話 我大部分都做記錄 或者跟長輩做事 所以我不大部分是執行者 所以我在 兩年前 就去參加了 那個 圓民臺的 族語人才培訓 那就是 他主要是培訓一些 影視播報 或者製作的人 那時候就有一些產出 那我也因為 這樣的訓練 有一些 小小的影片 那左上角 左上角的是 華視的做 族語正在想失 這個 這個 那個題目 那時候我就是 那個主題是 後來是我發展 製作 跟他介紹我們 因為疫情之後 沒辦法實體上課 那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叫他們長輩用視訓 所以我們就用視訓的方式 跟長輩學族語 所以有一批族人 年輕人 是用族語 用網路在學族語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另外一個是 用那個族語做播報 賽下族的 那個百年級 然後用 另外一個是 做一個小小的小節目 是分享 發展的過年是什麼 然後我之後的又下場是 就是 在前年是 那個 按基督長的教會 150周年的 這件事情 那我就想說 藉由這樣的機會 然後去把它做呈現 他跟他講說 150年的歷史 然後我們是怎麼來 然後介紹給社會大眾 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其實都是一直進行中 然後 就是 不斷地做下去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 離開家之後 最多 最重要的是 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 將自己的儲蓄 然後自己得到的能量 可以分享給 自己的家人 或主人 或我的 後代的青年一輩 所以 我很感謝就是 我在這段 路程中 因為工作 因為很多機緣 認識很多 在文化或語言 推動工作的長輩們 然後其實就是 有他們的提醒 跟他們做的榜樣 所以我就一直在做下去 然後 對啊 所以這是我們編輯 就是以我最近的 例子 是就是做編輯教材 然後這邊是其他老師 那我放這個阿嬤是 他其實在 他89歲 88歲了 但是我編輯教材的時候 他還是好來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 然後做討論 而且他還寫筆記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是蠻震撼的 因為 就是他為了這件事情 跟我們做了三天兩夜 就是 我 我的行程拍的 因為我們男的到外面出差 所以都拍很滿 那等於 早上9點做到晚上9點 所以他跟我們一樣做到 我其實蠻佩服他的 對 對 對 後面就是 這個是 灘美玉 然後 另外一個穿白色影子 是那個賴冠玉牧師 對 然後你是在做 第十階屬於教材 發財 發財語的 那個語言討論 就是到底要怎麼做設定 讓 足語教材更穩定 那他當年 這個阿嬤 他就是跟著 阿嬤跟阿嬤一起學的 一起做教育 可是現在阿嬤就是 漢軍運回天家 就想要換這個阿嬤 他持續的繼續做下去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工作呢 就是 一個 因為有長輩在前面 所以我的方向 其實都很明確 就是繼續做下去 然後把這些有價值 他們認同的那個價值 因為我也很認同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也有辦法繼續做下去 然後下一個 是 我在那個注意事之地的時候 就是有一段 就是有的一個小說話講 那我就在那邊分享我自己的心得 那我就用主語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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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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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 好 好 現在的法源其實也不會消失 不管是法源 現在的客家語、台語都有機會走掉下去 所以我反而是期待就是未來有機會 大家可以繼續的找到共存共存的機會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謝謝大家 好,那跟你們謝謝宣豪分享 儘能來用心投入的工作跟成果 這一步走來真是幸福的 那我想你們學一下 有一些想要進一步了解的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10分鐘 40分鐘的時候回來 那大家就請宇鑫 宇鑫、宇鑫大概也做一個 我們就是請宇鑫講完之後再一起提問好嗎 就這樣時間比較有彈性 好,那就大家休息一下 大概是你們的這時候會來 那幾二 有二年級的嗎 有三年級的嗎 四年級 四年級以上 有大學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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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我這個 我在宇鑫 然後 今天我為什麼在到屏幕是 大概可以有一年屏幕是你出的 但是 但是我可能會用就是四個小的part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十年來 十年來就是一起 我的不同的參與的過程這樣 然後我 我是去年畢業的 去年在說 去年在說文明 然後念了四年 好不容易 我現在只有介紹很好 那是我大學時代 然後我在成大力工業設計師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就跟那個成大力 那個原住民的社會 就是會一起去找 因為妳知道十年前 就是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那就是十年前 有一波就是學運 就是中期運用的那個時刻 可能那時候再花他十塊 然後我們 那時候已經就是要跟我們改變社會 我們要跟我們要達到無意大 然後我們就 我在我們成大的這個學運社團 然後當時的原住民社團也說 我們做原住民我們也要做點什麼這樣 所以我們的學運社團跟原住民社團就有密切的連結 然後我們學運做一做然後覺得太累 就跑去原住民社團 他們的氣氛總是會比較愉快一點這樣 然後我們就隨著這些社團去參與他們的一些文化課程 或是一些大多的參與活動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慢慢的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是因為我就是參與他們的那個他們有那個樂舞 全國樂舞什麼比賽表演 然後就要穿他們跳到那個阿美族的舞蹈 那個特定的部落 然後我們就要穿著那個部落的服裝然後就跳舞 然後那時候我就常常被問 你是你是哪裡人啊 你是哪個部落的 為什麼要來參與就是我們的原住社團的活動 或者是我們去部落參訪 然後我們就會自我介紹 然後大家就會一一的介紹說 我是太陽族的某某部落 我問我是南托士藝鄉的某某部落主 然後我做介紹的時候 就是我來自高雄 然後其他人介紹完之後 那個部落會就很幸會說 喔那個來個阿阿你在 也在那邊耶 就是我以前有阿里多多 然後我們就如果有發到的時候 就這樣喔我在高雄 喔好謝謝下一位 哈哈 我最後覺得說 也太蒼白了吧 就是好像應該這樣自己 有了聽說再跟你介紹的話 其實久一點了 所以就是不是啦 那種真正的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優惠的一個差異 所以呢 然後加上那時候有一個反核 你知道嗎 就是剛反核運動比較強烈的那個時刻 還有這個台中的有個叫美麗灣的大飯店 他在做拆遷的爭議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就是會有跟原住的青年啊 然後跑到台北去想要有一個抗議活動 然後不同的就是抗議的議題 都在那邊搭合作期間 然後那反核那天 我就 甚至就是抱著前面的那一種困惑 然後說那個困惑越大 變成一種愧疚跟無影迷暴的情緒 變成是我在面對原住的社會的時候 他們在反抗的那個政權的對象 一個漢人的政權 然後我好像是那個漢人政權當中 一個羅斯帝 我好像必須為他們的歷史處境 就負起一點責任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非常的中二的 就是在身上貼那個刺心貼紙 這樣子 來表達我參與過的異體面的角色 跟我的臺地場 哼 然後當然最後就被一拳說 不必能不用啦 喝啊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過程 看起來就是很細虐 他其實是 他慢慢的引導到我 就是說去追尋 就是自己的 所謂的族群真正的事 啊 我在陳大念書嘛 啊陳大念書 那邊台南最有名的是西埃亞亞洲 那我在台南那時候 過程非常被 誒 啊 我每次參加西埃亞洲的那個活動什麼的 然後就問人說 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的那個貨品成本 要查過 然後我就一直查啊 不查還好 一直查發現是那個 我媽媽是那個平東的 平東的 平服族群叫做馬桑奧水 然後我媽媽的家族是來自一個 一個 算是大陸落啦 只是說 我媽我外國一小時候就已經玩出去了 所以我媽媽也沒有經驗 也沒有什麼認識 好 我更 更加 就是完全沒有出師嘛 你知道 這十二歲以前沒有認識的 然後最後 後來 就是有一段 呃 也跟就是現存優勢的就是信仰活動 然後 但是到了我那天台大的時候 呃 大家知道 我們系上有跟家庭附落結晴這件事嗎 他們有一個主領柱放在我們的博物館裡面 然後我作為就是第一屆的結晴的青年團 拜訪的對象 就是我們以前那個台大的人民所的學生 到貨羅邊去就是服務貨龍 因為我們是新來的一方嘛 那之後我們就留下來在青年會裡面 然後到現在已經大概第六年了 然後我們也被接納進青年會 然後成為青年階級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中間那邊啦就是有一小群 我是沒有牽涉意圖的 就是我們也都在就是青年會的活動當中 被視為是就是青年會的議員 然後我也就是在追尋到就是 麥克道斯的身份之後 現在也是做一個 他們的甘典兒的呃 角色就是 結合上其實是要改去嘉明 就是他們要就是做青年的會議 那其實這多重的就是身份 講 提起來其實他顯示出一個我個人的狀態 是有點破碎的 相比就是剛才的宣王 他們有很就是豐厚的家族元緣 跟就是國旗中部的民主族 去發展的主打他族 他們有相對就是完整的語言 文化可以去追溯我們討論 其實我們南部的 尤其是南海道族 我們處於一個在文化上 就是在身份上都比較斷練 跟破碎的地方 所以我這幾年 嗯 最左邊是那個沒有名字的人 那是一本剛才老師 跟孫玉老師有提到的書 最早就是我從二十幾歲出頭 開始去 跟一群夥伴 他記錄民主族群年輕人的身份故事 然後到了想要去念人類學的階段的時候 在碩士 反而去透過碩士論文處理 到底出去的是什麼 到底我們要怎麼認識 一群把自己認定為是特定原住民主這樣的一群人 他們彼此接著偏見有什麼關係 然後到了去年畢業之後 我在 我就回到我田野屁的人 一直拿電話來說 姨珍你什麼時候畢業 我們要我們做的計劃 他什麼沒有 我們寫的計劃投過了 沒有人會做 沒有人會做 然後我畢業之後 就回去我的田野屁 就是單線社區的營造人員 然後去執行他們申請的 有民會的地方發展計劃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個人跟小群夥伴也把 也針對就是拿到這個族群 我們有大量的秀品 然後從工藝的技術出發 我們最近就是有在 就是想要附贈所謂的傳統工藝技術 跟傳統服飾 那這些不同的專案 或者說不同的階段 其實就是 我一直在不同的基礎上面 想要去搶制到底我還能做些什麼 這樣子 那首先在沒有名字的人 你現在說找圖好了 你們有沒有看無所謂 因為據我手指應該是快賣完 如果有心的話就幫我們清空一下 總之呢 我們有一群年輕人 然後 這些是作者群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攝影的紀錄 我們之後怎麼會聚在一起呢 我們是 即使我們來自不同的民族群 來自不同的社群 但其實我們的相似的身邊經驗 就是我們在10-20歲的街道 意識到我們跟別人人不同 那這個不同是一個 跟族群有關係的概念 那這開始有我們在追尋身分認同 跟探索這個種族群的病患 那我們就是透過一連串的訪票 討論 就是出版工作 就是文字工作 然後到了地方上去討談 不同社區的年輕人 然後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 就是這一位是叫做忠如 然後她 她是一個 身分登記上是台灣族 但是她從來不會講台灣 在小時候都會講台灣族的語言 他們家有任何台灣族的紀念 他們母親也沒有台灣族的名字 她自己也沒有 她也是跟她媽媽說 然後我作為一個台灣族 到學校社團人家就問我說 你的台灣族是什麼 台灣族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她都回答不出來 媽媽你怎麼會給我一個台灣族的名字 然後她就覺得說 不然叫山豬好了 就是 就是說 她正在滿中這個區域的台灣族 他們的狀態其實是相對 對歌舞人很像 然後 那這是讓她就是陷入一個 跟我們這些地步組織的 那些很類似的處境 然後 她必須要一直在 尤其是這種 Y2比青年真的狂歡的場合 我們講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阻力 大家說她在唱一首台灣族的歌 不好意思我不會唱 就是她要一直表現出這種 我做不到 我不愧 抱歉的心情 但是為什麼一個 呃 她的生命經驗 裡面她做錯了什麼事情 以致於她必須要不斷地對人 抱歉的 那 另外一位我看是來自中部的 就是 卡卡布 然後 她 一樣 是因為 阿公那一輩已經搬出了故鄉 所以她在她現在的 就是限距離也找不到任何 可以跟原鄉連結的脈絡 只剩下阿公一個人 入手不記憶 跟留下來的 就是獵獵獵巨 那還有一次 呃 慧明她一樣也是來自提供 然後她跟她的經驗跟就是 呃 選法有一點點像 她因為一邊有 台灣族的身份的姓氏 但是那個台灣族身份的家族來源 也是一個 不清楚台灣族地點 沒有台灣族名字的那一種台灣族來源 所以她在一個姓氏的轉換過程面 就是 她就說 呃 她是原本沒有 然後後來因為家族所需 土地繼承之類的 她就變成有 然後後來繼承問題解決了 她又變成沒有 我跳進來了 我跳進來了 我跳出去了 而且我光是一個族地身份的 的 的 調整 我在一條線內跟線外不斷越 我其實就一直在拜年屋中的人 就會因屋中的期待 然後最後一位 不是我剛剛提到的 對不起 大主任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然後阿德也是林東的馬卡道的主任 然後她在很 她們家族在橫春 因為她長的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 變形的 大家認識的 一路名的樣子 所以她是從小被混到煩 這樣 哦 這群人就在一起啊 然後另外一大群人 就在哪 在桌下講 對 然後這群人的分部地點盤蓋了 就是全台灣的從 從東到西 然後到中部 然後因為我們的人際往過的關係 所以有比較多東西在南部的區域 剛才有人提到說 欸 我們到底怎麼去辨認我們那個 那個 魔幻時刻 從沒有到九 那個魔幻時刻 就是 在 我們會去申請這個 日本時代的戶口調查部 就是日本人 他們對每個當時的 他們的國民做了相當詳細的一些紀錄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你們會帶你們的那個身份證定啊 到任何一間物證事務所 不用是家鄉人 然後你就說 我要做這個時代的直系尊姊署的 副體申請 拿在那邊給你 他就收拾很久 你把它等兩小時 然後 因為如果你要父親跟母親 跟不得父親跟母親的每一隻往上的話 就會要很長時間 那如果你只要父親的那個系統的話 他就會快養 然後他會在這種人的位置 有熟溫符的標誌 然後這個紀錄板 上面那個紀錄板 也會有就是 千居駐地池的標誌這樣子 那這些都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在跟我們討論 誒我怎麼知道我生氣的故事 我怎麼知道我生氣的故事 我就建議他 從這份資料開始 至少有一個依據 然後我們再去進步去討論說 你家人的記憶 怎麼去跟這份文字記錄作 做搭配的 然後坊間對於軍戶組織的邊界 就是有比較常見的 像左邊那樣同樣 就是把整個台灣的西部區域 做一個明確的地理的邊界的劃分 但是然後如果是十六族原住民的話 會有更進一步的就是部落位置的這個點邊 但是其實他在圖都會 他是幫助大家了解說 噢我們其實有這麼多原住民 有這個概念 但是實際上 他那個邊界有一點不助於我們去 去了解當代的原住民族 或是軍族群的狀況 那個那麼清晰的地理邊界跟就是族群分類 在當代其實是會不斷的被挑戰 而且我們自己也會受限於這個分類架構裡面 然後常常就是做點制服 然後所以我們倒是寫實 我們反而那一堆年輕人 然後反而到後來人 我們一開始想說 噢我們要介紹很多年輕人給大家認識 但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一邊介紹 一邊發現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 被好後的規列在一個特定的控告裡面 就是 呃 比如說像這個丁兆毅啊 其中的寶座 他就說 噢他也很想好好當個馬卡道族啊 他的身分頭要追的話 拿馬卡道族 可是他發現馬卡道的這個身分 然後去跟他 他念那個東華族的索兵 就是 他在學校裡面 他跟大家講說 我是馬卡道族的時候 他就覺得 喔馬卡道族 沒有什麼 然後就說 不是 可是當他今天 好好的當一個女男人的時候 然後去參加那些人 大家就覺得你好棒喔 你做的漢人 你怎麼這麼關心我們 他就覺得我 那我幹嘛當馬卡道族 我做一個漢人 我所作所也還能夠被 被人間的承擔 可是當我選擇以 木族軍的身分 來做論文中 受到的挑戰 反而是他沒有辦法去面對的 好 另外一件事情是 像巴巴蘭 你知道 哥馬蘭現在是 十六族之一嘛 那十六族之一 他們只有花蓮的巴巴蘭 可以被承認為 哥馬蘭族 那其實這 就是哥馬蘭族 他在伊蘭也有分過 可是在伊蘭跟過 這群哥馬蘭族 他們卻沒有辦法取得 現在他們都沒身分 所以左邊就是 杜拉克他可以被取得 他也是學長 可是杜拉克他可以取得 你都沒身分 可是右邊這個武帝 他卻沒有辦法去 只是因為一個住在花蓮 一個住在伊蘭 他有一個人是放在 阿美族的底下 然後後來變成這個馬蘭 那他是從頭到 武帝是從頭到 沒有身分 還有就是 身熟混血 像薛瑪剛才有介紹到的事情 像是台南的這個 就是 白契文 他的這個祖名 那是達伯羅雅的感造 達伯羅雅是 邁 就是希臺亞的 就是邁 的名字 然後現在被轉 轉替成中文字面 的孔 然後感造 是一個 那種 阿美族的名字 所以他 他就是游離在兩者之間 然後用這樣整個鼻子 來標示自己 然後看來 我們沒有辦法 好好的把人 放進 希臺亞這個框框 放進 德馬拉這個框框 每個人好像都沒有辦法 在希臺框框裡面 被好好的包起來 那 有人就說 就是 其實我們為什麼一定要 就是好好的被放在 一個框框裡面 就是我們其實 多重身分 根本採用我們的現實 就是 如果以族群而來 來區分 與我區分 那我勢必要被切成兩段 或是三段 所以他拒絕承認 一個單一的族群指導師這樣 然後他就去當教授 然後 除了這個圖法 被歸類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如果要站在一個 冤界新楚的兩側的話 我們永遠都會感到 自卑或是自毀 就是說 我們自己 就是大家都有一些類似的情緒 覺得我在 那些 可以好好的穿著 屠服的 原住民面前 覺得我們是非常的蒼白 或者是說 好像我不夠有原味 我不夠 我不夠 我必須 我怎麼做都不夠 的這樣一個情緒當中 那 就造成說 我們開著懷疑 我們到底當初寫作的目的 還成不成立 我們一開始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欸 除了那個十六族之外 欸我們呢 我們 希望你們來認識我們 然後 但是我們要讓大家認識 我們過什麼願望 好像一直要去講清楚 欸 他不是這樣 然後希拉雅是這樣 然後 根本也是這樣 他們都不一樣 那實際上我們從台湖層面發現 喔 不是 他們是一個 一個 一個九宮格 然後把人家進去這樣 所以如果 嗯 我們一方面要跟人家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 可是二方面我們 一邊這麼做 一邊好像 又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把我們 直接受到對象 弄到框框裡 那 我們是不是一方面要 正在拒絕 被 被化 畫線 可是我們好像又一直要畫出新的線來 我們就 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在這尾書的就是後半段 我們就想要 提出一些不同的 嗯 提出一些不同的概念 就是說 嗯 我們就是已經夾在這中間了 不管是元旦之間 或是生守之間 或是國家和戶諾之間 不像戴園心 很多都是 住在書會的 那 我們既然都已經是這麼混雜 被存在的話 那 我們 就是 我們應該肯定我們這種混雜的混血存在 而不是想要把自己集到特定裡面去 呃 這是 就是這本書 它 呃 停在2019年的時候 它的 它的 狀態跟位置 但是 這個破壞它就開啟了 我就是走到 就是 收視論文的階段 好像有點快 但是 是 因為 因為 那我發現就是光字坊 然後 然後 這個 是不是 它是一個 Avetra 有爆料風格的 一個 一個 嚴重幾點 OK 那 然後 所以他們那一年說 他們要 就是 協會啊 就是社群協會說 我們要來辦一個 所謂的馬卡道業績喔 然後就引起了破落很大的衝突跟爭執 嗯 因為廟這邊的人就會覺得說 欸 你現在要去辦祭典 那你是不是要去請零啊 你是不是要去 傳祖靈 因為 就是協會一直說 喔我們要來紀念我們的祖靈 我們要去辦馬卡道的業績 然後廖建人就會覺得祖靈其實就是 孤魂野鬼 它是沒有被裂帶 就是 那個神壇上面的那個生命 而且你要去 辦馬卡道業績 你會不會其實就是要去把 就是 孤魂野鬼 從 舊部落 就是 放到我們的 就限制裡面來 他們就有這樣的狂狂 然後這狂狂就造成就是 部落蠻大的 嗯 分裂 那這個分裂其實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舊居地啊 就是 石頭這個地方的舊居地 他們當初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被 滅尊的 所以 當 當人們說到要去把這些所謂的 祖靈或是 孤魂野鬼 引到現在的孤魯裡面的時候 對大部分的限居地的 就是 孤魯的主人來講 他是一個 恐 他們所恐懼的東西 因為他們當年祖先 被日本人滅尊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把他處理 他們的死亡 跟他們的就是 就是 紀念 所以現在的族人其實 並沒有 並沒有把這個舊居地 當成是一個 呃 我我我期待 我回想 我想要靠近的 剛剛那個親密的心情 對他們而言 這個舊居地 已經在那個神 嗯 就是神鬼 對他們而言 是一個恐懼的 畏懼的 呃 的一個立法 再加上說 他們現在就已經有那個 我剛剛說 長得很像道教的 那個年尾系 那現在既然已經有這個年尾系 讓大家自在一起 是以前做原住民間公益禁 那為什麼現在要依據 市政府的期待 要重新辦一個 所謂南海貿易的禁呢 那 就造成這個 當年2019年 辦這個業績的時候 大家有一團混亂 然後搞清楚 到底要拜什麼 然後他們就 跑來問我啊 因為我那時候 已經在屏東的一些地方 跑去一段時間 然後市政府理事長就說 欸那你這個 我們要拜什麼 要拜什麼 你們有什麼圖 就給你們參考 就說完蛋了 我現在是要 做一個 詩格的人類學圖了嗎 我要成為就是 以後的人 在這邊記載 在當年就是這個人 然後我就拿那個 在其他部落照片給他們看 我就很保守 說沒有啦 我不太知道欸 是不是其他部落照片 就是這樣拜的啦 你看你們要怎麼拜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好好好 我們就繼續做了一些 他們的準備 這樣子 但是那天是拜完之後啊 下午 晚上是晚會 拜完之後晚上就接著 祭典晚會 今天我們還要準備的 副歌曲呢 就是我們獅頭 光玩曲的王家 上面這一群 他們準備的 左邊那個 阿美三迪琴歌 來表演給大家看 這樣子 他們覺得我們做為 我們要辦 音樂中獻器 我們就是要跳 原住民的舞 然後我們就跳了一首 阿美三迪琴歌 然後 然後 可是當天活動的最高潮啊 就是 是 一個來自老鐵部落的這個 一個 來自老鐵部落的這個 你們認得 你們認得是什麼政統 這是某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 政統 蘇蘭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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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部的地方就是 還一個 一個 一個網櫃活動 這樣 然後是當天 一個女主持的祭典 最熱鬧的一個節目的那種 是一個蘇蘭嶺 然後 我就在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實在是太酷了 就是 它可以呈現出這麼 坡圓 這麼複雜 然後 然後 那麼有趣的那個儀典的狀態 然後更讓我覺得 決定在這邊開始做甜點 你知道 每個題目的時候 都是需要一些原本的契機 可是它這個契機是出現在 那個 它通常都不然以為 出來的結束 然後都拍爆了 然後我以為說 差不多結束了 就是這樣 把今天什麼都 一直都不然 抱著一樣 我要去看一個神秘的 然後卡到一次的那個心情 我沒有 然後 我覺得不好啦 然後那本身都一樣 結果 就是最後 教學之前 台上就有主持人說 好 那我們就來跳 三第五 好 什麼 這三第五咧 三第五就是這個 是 他們就開始跳這個 好 就是 三第五 就是他們去鄰隔壁的台灣族 波羅請來的藍客歌手 然後他們就開始就是 就是 進行在這個 就是 山地五的節奏當中 這個時候就是 人群進入到一個更大的 高潮 然後中間開始 威脅那個舞堆 然後大家進入一個 非常武漢的狀態 我就覺得 這個地方真的是太有趣了 就是他們跳那個 三第五的時候 一點都沒有像我們去媽媽 他那個農村的媽媽叫 是那種生疏的感覺 沒有 他們非常自在的就是 進入了這個 所謂的 生地五的舞蹈節奏當中 那你就覺得說 然後他們穿著一些服飾 然後佩戴的一些配件 你會覺得像什麼族群 台灣族 那這不是他們去 這不是華安族人喔 是石頭多的人喔 但是因為他們跟華安族 就是住在五分鐘車程的地方 所以他們有很多收養的關係 跟就是駕娶的關係 所以現在可能 在第一到一半的石頭美人 其實都是有這些配飾跟服飾的 然後他們對 就是台灣族的舞蹈的形式 跟歌曲都有 很熟悉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 這也是今年2022年 他們也辦了一個類似的活動 然後 駕駛的那些 駕駛的老人家 依舊比較喜歡他美族的服飾 然後他們就訂了一套 那個美族的服飾 然後我們的青年們 就是依舊喜歡就是 那個台灣球系列的背心這樣子 所以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 作為一個馬卡丘族的部落 我們擁有的 這個文化形態 實在相當中 但是我們 我的論文 我的論文就是想要去處理 那我們馬卡丘族 現在到底怎麼去定義呢 我們馬卡丘族的服裝語言 寫到底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獅頭部落在這裡面 他寫字就滿個歸類的 他穿著 看起來 跳著看起來像 卡丘族的舞蹈 然後他們 講的語言 或是派的 這個道道性仰佑 是 大家都是我美男人的公信 可是他們在 可以被追溯的寫言 或者是這個 歷史上 好像會被當作是馬卡道圖 那我們就在這裡 就沒辦法被歸類了啊 那我怎麼去看待這些文化現象 那就是我措施不能去處理的東西 那個理論東西就不講了 然後但是後來呢 他們在擔演業績之後 他們不是只是 先生捕捉你們來幹 他們就辦而已 而是他們學到了 我們可以怎麼跟先生溝通 他們學到了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知識跟立場 去跟政府機關要資源 所以他們後來就開始去深行一些相關的經費 然後想要重置傳統圖式啊 想要改M胡道啊 然後甚至就是也申請了 原明會的 金額很大的 跟國力俱作計畫 想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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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 對 OK 然後我的碩士論文寫完之後呢 就被郭郭照辦過去了 那就是想說 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自己到底 就是碩士論文結束之後 馬上要接著做情廣告 我就覺得 好那會 我從一個 回鄉想要返鄉 許多年輕人 到想要釐清自己的問題 所以去召集了更多的人幾年 然後到我的問題沒有辦法被解決 所以我又做了一個碩士論文裡面的研究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都一直在外面 我就一直在打茶邊球 我從來沒有真正的作為當地人 作為地方的工作者去實踐過 那我要試試看 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 所以到附落說 他們換了三個營造員 然後都一直被那個 政府大會說這個不合格之後 他們就說一個拜託你畢業就下來 然後我到了附落裡面去一起跟附落年輕人去實踐他們的這個活力 你畢落的計畫 這是一個一年一百萬計費的計畫 然後 我們就跟 就是我簡單分享就是經典我們的 可是這個計畫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在幹嘛呢 他就是想要把度過時 搞清楚 然後想要把祭典布證回來 不要是過去那一種就是 嗯 混亂的狀態這樣子 這個計畫本身其實就是有點 在做我不喜歡的那種事 就是要把人放到個狗狗狗狗狗狗裡面那種事 啊 可是我現在被迫要去當那個 把 把部落放到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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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擺好的那個過程 可是我就有點反叛 可是每次人家說 每次主導老師說 你應該引導他們做這個 我就說不會啊 他們會想要那樣子跳 阿美族就跳 我就幫他們去跳啊 就是 我會 我會有這樣的態度啊 好 然後這個這種計畫裡面 他就是會要求 就是每個部 幾乎每個孤狗狗狗狗狗狗都做過這種計畫 好 KPI 都可以打到的單一種頻道 但是我都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去做一些 我自己覺得好玩 脫落也會覺得我們其實要偷偷 塞我們自己的靠性的那種事 比如說我們今天做人家幸福訪談 我們就訪問脫落那麼的一個家族 就要幸福王者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人家全部都帶去 那種控制食物的然後把他們的那個 調查都全部調查出來 然後重點是上面那一台 是我們要去掛他們家幸福 可是我們都沒有把新墳放在那邊 我們都把新墳放在下面這一台 就是阿公他會拿出說 他們知道我們要來調查什麼歷史嗎 他們也搞不清楚什麼歷史 他們就把手抄本啊什麼東西拿出來給我看 然後說他們會手抄那個什麼中藥的那個配方耶 我們就說那這裝備方知道做什麼 這個是要幹嘛 我們的戲劇都擺在那種奇怪的地方 然後像最右邊 最左邊那個是抽水煙的那個工具 其實那個阿公以前給他錢 所以他們家裡就留下 你說這個抽水煙的工具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好像說 所以你這是什麼時候抽水煙 你這是在什麼場合抽水煙啊 只是我們希望把重點跟試煙 放在他們的那個日常生活裡面 然後但是我們就會要畫出這種東西 然後就會要被期待說去釐清說家族之間 部落的家族跟家族之間的關係 跟就是那個遷徙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去 去確認跟詢問他們當中有沒有少一個妹妹 或是多一個哥哥跟那個文件上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多什麼會少 是當初就是被抱誰被誰抱走嗎 還是說被分去哪裡了 我們等這樣的一個討論的過程 呃 所謂足足是這個計畫中的日常 然後 就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嗎 ok 那所以我們討談的自老人家啊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從中去找出這個社區的註施嘛 所以有點像是 就是我覺得我在做這個 郭樂園造園的那個時候 有點像是站在那個 你知道那個埃及的金字塔 第一次有人打開那個墓穴的時候 要往裡面打開那個過程 就是 我覺得我有點像是站在那個我們的 我們的歷史的墓穴的門口 我們要把它打開的那個那個時間點上面 因為確實過去並沒有 足夠的研究在我們這個 所謂的馬卡道集的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我能夠從這地方看到的東西 它不是一句 它不是一句完整的不難力 可以拿去跟大家宣傳說 你看是我們的我們的文化 沒有 我打開這套墓穴的門之後 看到的是散落在地上 然後彼此間意義不明的 一堆零碎的小物件 然後這零碎小物件 所以就是我們要去把它拼湊出 拼湊出 它可能的歷史意義 跟它可能的主性關係 那這個 有一些地方上一直寫有很多講 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現實上在 在這個零火社群當中 常常我們去拉 看那套歷史的剛才的時候 看到的不是 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 一個祖先的遺跡在那邊的 你去擁抱它 它是一個破碎的現場 你去理解 你為什麼要走到這裡來 對不對 好 然後這是 其實那套歷史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重點 是要去反盤那個 所謂十二連莊 你知道我們其中的這些 平均或附落之間 在日本時代曾經 被歷史學家記錄說 我們有跨附落 一起來半達紀念的這件事情 可是在現在 我們的平東地區 我還卻找不到這種規模的紀念了 可是明明那個時候的記載 才大概是在1900年到1941年 都還有記載 所以說不到八十年之間 我們現在就看不到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礦弱區 比如說從這個平東平原的 怎麼南北的這個重量區 都在八十年級的那個紀錄裡面 他們是會一直給我起 來看紀念的出場 但是然後 然後對 然後包括鳥居 馬淵公本 還有戴猿輝 都有對這個這場紀念 一些訊息跟紀錄 但是其實這些訊息跟紀錄 在當代我們好像已經 好像變成 它就憑空消失的一樣 我們就 去 到了這十二個村莊 我們師父也是其中之一的 我們就去 社法去這些村莊 找找 最老的人 看看會知道連什麼 這樣子 然後就問 那這個紀念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的人是實力度 你了解多少 你知道到什麼程度等等 然後就是這些老人家從 都是那個六十幾歲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記憶了 至少到九十歲 八九十歲才有可能 對 然後這個 這個 今年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十二年中 目前的狀況 沒有人記得 他們在拜死的神明 就是 我一直學家會跟我們說 我們拿法告的神明叫做老祖 叫做老祖 可是事實上 我在十二個村莊裡面 我問不到任何一個人 主導告訴我 他們在拜老祖 他們會說 好像有百珠啊 我們應該是在拜 提亞行吧 然後好像有一個女性的 神職人員是昂寧 所以我們應該在拜昂寧吧 這樣子 沒有人知道 他們在拜改革神明 但是他們記得這個祭典的過程當中 大家是一邊跳的歡樂的氣氛的歌舞 但是這個阿姨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生殖人員 這個老阿嬤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被 會產生靈動 然後會哭 會哀傷 然後我們也訪問到明慧 這個當年的這個阿姨的後代 他的孫子 然後這個孫子也是發十幾歲了 我們就很興奮問這個阿公說 你阿媽那個時候是阿姨耶 那他在拜的東西去哪裡了 他的法器 他的器具去哪裡了 阿公就說 我說丟掉了耶 說什麼丟掉了 他說就他過世之後沒有人會拜阿 然後我們又不知道怎麼去拜這個神 我們就也不敢拜 就把那些器具都拿到 溪裡面丟掉了 我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把他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聽 然後我們自身在那個 我剛說打開幕卻的現場 看到我們不是一堆東西 看到是喔沒有啦 就掉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 唉就是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他們有提到他們都記得 十二年中那個他們會有留伴 今年是我明年是你 後年是他 大家都留伴 然後我們互相參加 然後我們就說那到底是哪一年結束的 這關聯團是誰有沒有人記得 然後很幸運的是問到兩三個人家 然後他跟我們說 喔是某某村莊他們那年最後一年辦 我知道 然後他們在日本時代末期到 國民年代初期的時候那個村莊 最後一次辦 然後他們就決定不要再辦了 可是因為那個神明已經在了 所以當他們決定不要辦的時候 那個村莊就 然後他們就 他們就 雞也死掉啊 鳥也死掉啊 狗也死掉 然後人就生命 整個村莊就那個路邊瘴氣這樣子 就是即使他們對於祭典的內容 跟基拜的神器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也會想要主動把這些東西 排除在他們生活之外 但是他們都記得其實就是會懲罰的 就是當年的成功 或許我們部落的人都統一告訴我這個故事 當年的這位郵村莊他們受到的 這些懲罰是怎麼樣 然後就抱著這些碎片 就是我們就重拾我們的信心 我們就發現到說 還是有些老人家記得一些 我們就說好啊 那你跳一下 你跳一下嗎 我們看一下 沒關係就算了 你嗨一句 還是有人可以 他是他在學的那個阿尼啊 對 他那個不是一棒嗎 他不是一棒嗎 他不是一棒嗎 然後他那個阿尼 然後他那個阿尼 他就是那個 放水流的那個阿尼 他那個阿尼 他的阿尼 那個阿尼這樣 好笑 他就是阿尼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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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阿尼 就這樣 阿尼 那這眼 是哪來的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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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已經把他阿嬤的氣勳丟到 但是他還是記得然後你也沒一些情況 好 我有心發的那個啊 我沒有他 我沒有會這樣 不是要是 那個樣子 是 你出來 你自己在一起 你這麼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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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都在一起 你這麼不客氣 啊 啊 月來再逃 我啊 月亮紅在 你的再逃啊 喔 我知道這些曲這些音 這些旋律這些曲這些動作 現場的錯誤已經是很陌生的 可是我只想表達出他們的這些一點點的記憶 跟就是一點點的就是一言半語的這些曲調 對我們來說就是在面對阿公你丟掉的那個情形之後 重新讓我們決定好讓我們還是可以做得下去 而且一些我們的一點點鼓勵這樣子 就是光是這樣子一點點的訊息都可以讓我們 就是覺得說我們仍然有機會知道我們是誰 我們仍然有機會去接近就是歷史的那個時刻這樣子 嗯所以呢我們還是有一些歡樂場合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聚在一起 持續的把剛剛那個山命的那個歸屋變得更大 更漂亮 但是那個歷史上的那個東西我們慢慢的做 但是社區現在所需要的團結所需要的聚在一起 我們還是有用現在負責他們習慣的那個模式 就是那個3.5的模式讓大家持續的聚在一起 而且我覺得就是我們不能讓大家就是覺得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恢復一個悲傷又傳統的 馬卡道的同時 如果他們現在已經有一種讓我們持續是 持續是持續的一種凝聚方式的話 我們應該要維持是這一個這樣子 我們先去看看 好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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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講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個計畫 我們是欸 我跟我的夥伴 然後這也是施頭部落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部落的一個姊姊 然後我們就衝過火力計畫 不只對爆力計畫有興趣 所以我讓這個姊姊跟我們一起工作過程當中 開始也對部落以外的事情 整個族群的事情有興趣了 所以我們開始去做刺繡這個通作 這個領域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現在打法道主其實是有很不錯的數量的文物的 那些文物大部份都是刺繡 大分是99.5都是刺繡品 然後有文物館我們自己學校的文物館收藏的 然後在文物館裡面也找到他們從那個什麼 阿嬤的櫥櫃裡面收出來的東西 然後有私人收藏的然後也有文物館收藏的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彈整跟一些皮膚 然後也有帶一個文物餵護的工作者 到部落裡面去寫出他們做文物餵護這樣子 然後也做了對這些刺繡品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跟歸類 有什麼樣的圖文有什麼樣的用色 有什麼樣子的形式會有類似或是會有規律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就是對於所謂的馬卡道這個區域 可以找到的不同歷史階段的老照片 去揣測跟去歸納我們的傳統組織有可能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所謂的傳統組織就是特定時期的流行故事啊 那即使有當中那些持久品的那個老照片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部分依舊個型歧視 依舊各自發揮的各自的創意 就是像就是大家都對自己穿自己的 自己創造自己的 那沒有這沒有不好就是也是蠻歡樂的 但是畢竟你知道 在當代的執行政治底下大家就是會期待你 可以符合這個九宮格嗎 那我們就想我們怎麼讓大家不要應急第九宮格 可是我們又可以好好認識歷史的方式呢 我們就想要去執行這個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當中我們要做的就是對刺繡品的分析 跟就是刺繡課程的實踐 但是我們也要很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們不能夠在這些赤繡品的討論當中 很隨便的就是說 欸這個是馬卡道的符文喔 這是基拉卡的符文喔 因為這些事情現在就正在發生 我們這些全部都直接常常網路上會在那邊爭吵 是嗎?是我們的吧 然後就會說某某某某某某人都有機車 看到什麼都會說是他們的 這樣就像他們一樣 然後所以就是我們要避免這件事 我們要做的是去觀察跟記錄我們當代的 部落的美感經歷的刺繡喔 我們保祖中的東西都給我們 可是他們沒辦法親口說 他們只透過無故說法 但是我們現在活著的人 我們也不是跟這些事情毫無關聯嘛 那我們現在剛才活著的部落 這些長輩這些青年 我們的美感經驗難道就不重要嗎 我們難道只能就是坐等 坐等定時學家 坐等民主學家來告訴我們 或許的人做了什麼嗎?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一系列的這個 這個文物整齒的工作 然後這個是文物整齒 然後把這些刺繡品的數位化之後 就是做成圖冊 做成是一套我們馬卡道的年輕人跟長輩 可以隨時翻閱跟參考 這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可以依據這個來進行創新跟發展 因為過去我們沒有這個 所以大家才會呈現出個性歧視的狀態 現在我們有這個東西 我期待未來的各個部落的部落工作是發展 是有機會從這邊出發的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提點調查 跟就是到部落去分享的事情 然後然後我們也就是跟那個小林部落 你知道小林部落嗎? 就是莫拉客同臺之後 我被面身的那個部落 他們是大文綠族 然後他們被面身之後 他們的文化部份工作就是更加的強烈 所以他們的這個刺繡工藝 就是發展怎麼更前面 我們就找他們的繡女 來協助我們做這個文物的分析 這個繡的繡為什麼是長這樣 他的繡線是絲線還是綿線 用絲線在表現什麼 以前的人為什麼會取得絲線 去做這些考慮跟考慮 這個物件它是它的有幾個間隔 它的長度跟寬度為什麼是這樣 這是不是可以考慮到以前的人 他們的穿戴的習慣 他們的生活跟動作的習慣 這是我們想要去 是我們透過這個物件 我們不是只在看它上面的這個溫度長得跳 而是我們要去揣摩 過去的人穿戴這物件的時候 他是怎麼去在思想做什麼東西用 然後我們也到部落去分享 先到當太的部落去分享 應該是他們的老實裝的東西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了 然後其實很多人 我們以為說這東西投影出來 老人家可能會有一些回應或是什麼 但實際上還是非常的少 就是他們還是有點斷裂 那其實我們實際上還是會有些要 你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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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現場在這邊典職啦 然後在那邊就是回憶起他們 以前參加紀念的過程 然後就現場跳舞 我們覺得這個也是意外之外的收入 意料之外的收入 然後就是透過我們刺繡過程 我們就去跟地方上的土小合作 然後也就是在地方上開課 然後會有很多快部落的其他 其他部落就是都心的馬卡道爾門來 也有林靜妮的台灣族人跟美蘭族人 來參與這個刺繡的課程 然後這刺繡過程裡面就是 就是不同年齡層都可以在這個體驗當中去找到 他們跟這塊布跟這支線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們在基礎的這個 基礎的這個圖文之外 他們也會在周邊去發揮他們自己的用色跟創意 然後不會讓每個就是部落婦女 或部落青年現場去分享他們的 他們的體會 那老人家跟小朋友雖然應該不會抱怨一點點 但是其實都是在都是可以完成的事情 然後對 可是還是有一些老人家 他們是真的做不到 他們手有一點閒聊是真的已經退化到沒辦法操作 那我們就去發展這個 這是什麼這個 這個 齒卡 齒卡 就是他們就是齒卡在那裡玩一個抽洞洞的那樣子 然後就是他即使沒有辦法去體會刺繡這門工藝本身 但是他還是沒有被排除在這個 所謂的馬卡道爾族的刺繡工藝之外 那我們也不是只有做技術的事情 我們也會在過程當中去找不同部落年輕人來分享他們 各自的經驗跟他們各自附贈的過程 然後我自己也都會去跟小朋友 然後我都來跟大家介紹我前面跟你們講的那些刺繡的東西 那就是蠻開心的事情是說最後這些刺繡課他不只是刺繡課了 他已經變成的是我們這些跨路的青年 互相去交換彼此手中的刺繡品互相討論 然後甚至就是中間他是我們我們在討論 那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去統一還是不要統一 我們要去做一套什麼樣的圖示 還是符合歷史的脈絡 或是又有當代都會有當代的需求 就是這已經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那邊就是眼光這樣 就是他們這已經是地方上的年輕人會覺得 這是我們可以一起去面對跟連結起來的固體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覺得其實刺繡他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兵員 就是他是怎麼說話他的文法的國際是什麼 我們是有機會透過物質文化的角度去理解造的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一定要把元輕人去在一起 最關鍵還是好好玩這邊的事情 然後他們會用爬山啊 會用海啊 會用太陽啊去 去說 欸 你走到哪裡了 我們下一座山之類的 在自修圖當中會下去聊天 然後然後我們也有很多年輕人說 就是活在文化裡這件事 就是我們原本很多人是很龐龐的 就是我沒有附落 我附落沒有東西 我附落有東西但是跟我無關等等 因為這些透過都到了你自己親手拿的繡片跟那個繡線的時候 得到了一個粗解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實際的透過我的實驗去做 我作為一個 如果我要作為一個主人 我作為原住民的話 我就是已經在實踐這件事啊 我已經可以不正自明的跟大家說 我就是在長城這套技藝 然後這套工具 我不用再去生私力竭的跟別人講說 我們是卡洞圖 我們是有陸名什麼 就是我現在就是在做 我就是不能實踐者 我就是活在這套工具當中 然後很多年輕人都跟我講說 他們在這部層裡面提不到這件事 然後這個是最後才是12月初的時候 我們在卡洞圖的季節之後 大家聚在其中的年輕人家裡面 然後中間那個男生他穿著一個 我們打扮到一半的服飾 然後我們在討論 這個要長一點還是短一點 這個步標要保一點還是厚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 我們原本只是想要在 最後一半的修正課程 可是沒想到那個驚喜 是我們把跨部落的年輕人聚集起來 然後大家開始會去討論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穿著去代表我們 我們要怎麼聚在一起 那我覺得說 值得十年來的經驗 直到現在 好像有一點可以持續做下去的動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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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 您跟您有同意的分享 因為我們內學內景的很自在 在公開判斷之下 就要去參考一些面貌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很多問題 想要繼續請問吧 那我們就休息到五十分的時 然後再回來一兩半個小時 然後去一起討論 好 那我們就休息 好 請問這個第一位講者 就是關於傳統過年 就是舉辦傳統過年 對於當地族人他們的身份認同 或是主角跟同事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我正想說第一節分享的時候 就有提到一個族人 他受傷然後去 去治療之後 就讓這個族群都相信基督教 然後我想說 族人對於宗教的看法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很好奇 為什麼好像 講得很輕易 就整個族群都可以相信了基督教 其實我們兩位講者都很興趣 就是因為你們都是在 年紀稍微大一點之後 才開始對自己的族群 有一些就是反思 那我想要問是現在部落的小孩 在經過一些有文化附成的長輩 的這些經驗之後 他們的對自己部落的想法是什麼 好 那就首先請接你的提問 第一個就是 傳統過年對我來說 對主人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 在我爸爸那一代 對現在是六十到七十歲那一代的 他們是有一個 模糊的記憶 就是他們小小時候 有參加過 過年 然後 我們重新再舉辦 對主人來說 會有一個把模糊的印象 再找回那個過程 所以等於是 九九點半完過年之後 四十歲五十歲或者到我這一代 三十四十這一批 都會知道 我們傳統過年打開的時間 然後會有誰會來 然後哪一些是我們的主人 就是一個再確認一個 透過傳統過年的舉辦 再次複習 再次 畫清楚我們大概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下一個是問 我今天跳第三個回 應該有連結 就是 這些做了二十幾年 累積留下了什麼 其實 以我自己來說 我看到的是 年輕一代的小朋友 可能過小或 國中 這個年紀 他們就會發現 每一年 或者時候只要跟他們出去 相關的活動 會有一個哥哥會從台北出現 那個人就是我 那我就是 其實我也是 後來的人知道 發現這件事情 對他們會有影響 他們默默知道會有人出現 然後我會帶一堆設備 可能露營啊 相機啊 我直接放給他們 一開始是我做 然後我現在是把我的設備 就放給大家 讓他們慢慢的角度去做紀錄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 一代一代的產 雖然我不是很刻意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 我持續做 然後發現有一些小小累積 然後也透過現在 因為我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會 有參加 就會有一些累積 然後做一些曝光 所以大家也會用 可能IG啊 或臉書的方式 透過網路找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 找一些電視主人 他們想要找文化 或找自己家人在哪裡 那 以我就會 偶爾當個小編方式 就是回應大家 或者是 回應一些大家想要問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問 基督宗教在發展的時候 為什麼 會有辦法這麼大量的變化 那很 我覺得有一個是時代背景 一個是另外是人 因為受傷的人 是同人 是 是同 那大家在那個時候 完全一同獲勝 覺得 沒辦法的時候 突然來的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很幫助你 然後對你 他其實不是有太大的 希望整個身上得到什麼 他只是希望醫生一定好 然後又分享到那個 基督宗教 所以 影音的這個關係 透過同 無頭人 他在這個 宗教跟醫療 還有把教育資源 全部帶起來 所以才帶起 整個 族群的積極感性 然後另外一個大環境的影響是 我們會牽起很大的程度 是因為 在土地爭斷的過程中 我們是失去了那一群人 所以可能失去了很多 原來的勢力 然後當有 再一次讓族群有力量 或者是比較好的方散 方散 然後再加上 教育跟我們的族群特性 蠻合的 就是 我們很容易接納 新的 或有 比較弱小的人 就是 那種愛的精神 所以 很順利的 這群人 做了 宗教的改變 所以 然後跟 基督宗教幾幾年前 也在一起到現在 對 所以 信仰宗文化工作 大部分都是教委的 這群人在做 那也有 不是信仰基督宗教的族人 但是他們對族群文化的 那個 統合性 就相對低落很大 那這是 我自己的 觀察的現象 那我把它 交給妳 我覺得現在 我接觸到 德國年輕人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 不知 不知 不知為何而來的 自信 就是覺得 我想做一份 不是 不知為何而來 先仔細去 仔細去 分析 仔細看一下 就會發現說 會有這樣子的意識 跟認同 年輕人們教師 他有面大學 然後他可能 在大學 的環境裡面 接觸到 原住民史 相關的認識 或者是他有去看 原住民的社團 然後像這樣子的 學識 明星人他們 比較容易會出現說 我知道我是馬卡道祖 但是我不知道 我該做點什麼 然後因為現在這個族群 本身 他不是一個 有九件小材的人去學習 他不是一個 就是說有 既有的一套文化知識 你可以馬上下載來閱讀的 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會常常來問 我們之前在部落有一段時間的大規模 大規模 說我們真的要做點什麼 我們可以怎麼發展事情 我們以前有這個文化嗎 我們以前有那個習俗嗎 這樣子 他們會有比較熱切的一種提問的氣氛 另外一種就是在部落裡面 圖身圖長長大的 然後可能也沒有內包中 然後就待在部落裡 或是附近做鐵工 做綁體絲網之類的工作的 年輕人 他們就 嗯 我這樣子有點刻板 但是 就是他們可能會比較習慣或是熟悉 就是傳統信仰的那套 模式 他們會叫班 他們會跟著廟裡面的活動 去競相 等等 然後對於馬卡道族 他們知道 聽過 了解 知道跟聽過 然後 會有一些人來問他們這方面的問題 像我在市場 就是 我一直能接觸到的都是前面那一種年輕人 後面那種年輕人 我一直沒有辦法 就是打入他們的群體 只有在喝酒 就是活動會 或者喝酒的那種場的 或有時候我去那種 泡泡龍茶間 他們會聚集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去買飲料 他們就會說 欸那誰啊 每次看到他 就說 喔是那個馬卡道的啊 這樣子 他們會這樣子去形容 這些 那些在做什麼文石工作的人 那個馬卡道的 這樣子 他們自己 對 他們本來自己就是 會在特定的時刻 才會讓這樣子的一個 身份角色 浮現出來 比如說他們 我們跟他們說 我剛不是有問問他們 右邊的年輕人 然後都穿著那個排浪的背心嗎 那時候就是我們跟他們說 因為我們要辦馬卡道的祭典 然後你們要穿慎重一點出現喔 然後他們慎重一點就是穿那個 背心出現這樣子 他們有一套他們的那隻 方式 好那這個 我今天有去看 就是直接在那個 華山的展覽 然後有在那邊那個 然後有看到說 就小朋友在去學姿品這些事情 然後我自己會有一個好奇是 像我自己在幕後的經驗會看到 在把文化內涵 塞在給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需要是 可能反正執勤 他們才可以被內化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那我好奇姐姐 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是什麼 讓小朋友去接觸到 認知到 就是屬於它自己的一部分 可以進行嗎 因為我們之前是第一年 第一年申請我幫的那個計畫 然後做這個秀品的紀錄其實也 大概兩三年的時間而已 然後我們是跟小男國小 跟部落的國小合作 然後在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要直接 就是說跟社區或是部落小朋友 連結或接觸 我們還沒有辦法跳脫國小的這個機制 然後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是跟校長跟學校的老師之間打號關係 然後我們知道部落有這樣子的團隊 或是年輕人在做文化相關的工作 那像部落裡面的老師 他們其實很多都是外來的老師 然後我們在部落 因為在那個國小裡面 會有那種什麼文化課程 什麼在地課程 然後這些老師他們就會很頭痛 不知道怎麼去安排教案 他們就會來聯繫我們 說這個時段我們就留給你們 然後你們來協助這樣子 然後用這個方式 我們進入到教室的課堂裡面 去跟小朋友互動 那這些小朋友 他們其實就是部落裡面的小孩子 然後我們在部落裡面會見到他們 可是我們真正能夠讓這些 這些公益的記憶 跟他們之間產生關聯的時候 必須是在教室裡面 課堂當中 那我知道有些部落 他們已經有獨立發展出一些什麼成長營啊 或是一些 譬如說青年會的組織做這樣的培訓 但是目前我們是 還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的 所以今年第一次舉辦的 今年第一次教他們刺繡的時候 每次花了一點時間 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 是長輩留下來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也是用他們的語言去 誒你看你這邊這個山就像什麼 你小螞蟻要爬過這個山什麼之類的 至於去跟他們互動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 今天可以再回來的問題 一次些不適用這邊的 我憲不適用這個也講的內容 因為你真的有到家庭 沒有任何想要進一步了解的 一部需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会去评估说 这个人他的经历 我们要怎么去凸显他的转折 我们要怎么去铺陈他 他 比如说像默默 每一个人他都 我们都会去强调 因为我们去访谈他 就代表说他一定是被我们人脉关系所认识 或是他一定有某种实践或是不实践的动物 所以他们当然不是一般的所谓的主人 而是他们一定是有特殊的可以分享故事的状态 所以也像是一个一个编辑在找故事的样子 我们才去找特殊的人 然后吃人他们要不就是在学校的原住民社团里面 遭受了什么样子的困境 要不就是说他可能参与了某个国际原住民活动 然后从中体会到什么 我们会就是去铺陈 然后找到那个转折点 在那一刻之后他进行的怎么样的一个重组 然后在那之后他怎么用新的状态跟烟光去采取不同的快乐行动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模式去铺陈 就是每一个故事者这样子 然后大概22、21个人 然后我们再去分类出 这一群他们可能是都是那种意据 就是突然发现的那一群 然后这一群他们可能是在部落长大 但是在遭受不明跟歧视之后 转换任逢得这样 然后这群的经验是这样 我们用经验的类别去在书中当中分篇章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好 然后前面一大提侦就是一开始你在做介绍的时候 提到说你在22岁之前 一对马卡道体的身份还没有认识 然后在就是跟妈妈全部在看的时候 也认识他也有断层的部分 然后我想请中间 相信你在一步一步追寻身份的过程 还有你的收缩那种 有没有带给你自己跟家人 或者是你跟家族的更多的连结 就是你不想会是怎么回到妈妈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追上去的话就是我外婆 我妈妈的妈妈那边 然后一开始我问过我妈妈说 你知不知道你的外婆 你的外婆 因为我的外婆的父母亲满 所以就是我的妈妈的外公外婆 你记不记得你的外公外婆长什么样子 我就想说会不会长像原住民样子 就说他们就长得堂堂正正的啊 这样子 堂堂正正 就是 对他们有一个 但是后来他们会 我妈妈就开始跟我分享说 他和那个表姐妹们 就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 他的同辈们 小时候会常常就是被认为是 被以为是原住民 然后也会有一些 因为我们是高树香嘛 他们就会跟邻近的一些就是 高雄茂林乡 或是移动物财商的朋友 带到山上去玩 他会慢慢的跟我去分享这些 经验跟金币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的外婆很早就过世了 就在我高三的时候 我还没有任何认知的时候 我的外婆就过世了 然后因为我外婆小时候就是跟 我就很受外婆照顾 所以他过世的那一年 我高三那一年 其实我本身就已经是 蛮大的一个情绪波动 然后等到就是22岁再发现说 其实我的外婆她就是那个 我想要去寻登 我想要亲近的那个族群的对象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情绪的起伏就是 就是更有一种是惋惜的感觉 他当年我高三之前为什么没有 在加上因为我外婆的过世 他是自己选择过世的 因为他想要 就是因为家族里面的关系 他希望他的保险金可以去 他的保险金可以有用 所以他是自己选择过世的 然后在我高三的时候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好像没能做点什么来的完美 这件事情 然后到了发现族群是真正的事情 又让那个没能做点什么的 那个心情变得更剧烈 所以我就会回去 我就会回去我外婆的族家 就是在部落那边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是我外婆的妹妹 住在那里了 然后后来 我都是只有小时候 过年过节才会去 然后我妈妈也没有说很 就是说没有住在那边 所以也是过年过节才去拜法 我外婆的兄弟姐妹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跑到那边去 然后去找我姨婆的时候 我的姨婆也不认得我 我要跟她报上我的妈妈的名字 外婆的名字 她们只要认得我 可是她们就是很接纳我 就是在那边留宿 跟她们一起吃饭 然后甚至 后来我就这样子去了几次 我也没有对她们说 我在找什么阿卡道之类 因为她们也 她们也没什么参与 她们只知道说 那边会有祭典 可是她们并不会主动的去参加 然后有一次就是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种 我只是来找姨婆晚的这个心情 这个状态 让她们认识 知道 然后也不知道 我这个姐姐的孙女 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跑来 然后有一天她就在我到的时候 要走 我就又去拜访她们某一下午 然后我要离开之前 她就跟我说 刚刚你的外婆有在那边跟我讲话 这样 就是在她们以前的姐妹的睡床 她就说 刚才我有看到那个外婆 就是她的姐姐 我的外婆在跟我讲话 她就说 就是她现在已经都好好的了 就是没有事情等等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种亲人之间的互动 然后就让我觉得 不是只有就是族群上的身份 就是没能找到那种释怀 就是连我自己 就是高三的年外婆 或是没有能处理的那个情绪 就是都一起被释怀 然后这一切能够释怀 是因为我在做这个族群工作的追寻 那我就觉得蛮感谢的 就是上到最后有一些 这种族群工作的推动 就会设置一些超自然的经验 你看 好 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我自己的家族 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就是 在他们一青年的时候 他们就说 就是对于自己的长辈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写他们的历史 让他们可以被原来记录 所以我也就从上个鼠架开始 一直用问的方式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我自己就是收养 就是可能以前朋友跟朋友 今天如果另外一个朋友 那种无后的状况之下 会把一只拨过去 然后我们就是被拨过去的那一只 那所以我刚刚就在想 就是如果我去钓之内 我会钓到什么 就是这种收养关系的这种很复杂 这种像是这种说好拖过去这种状况之下 在记录的时候可能 我在想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困难吗 或者是说这个追的过程 就是两位朋友知道什么困难 就是之前的那种生活状况之下 会有这种很平凡的这种 迷迷的东西吗 就是把某一个职 就是兜人物 兜人物跟迷失 还是大多数是很炫耀的 就是都一路卡到下面 我分着回答问题 就是我做就是系谱 或者是日志时期的那些祖父 去慢慢去追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但是不一定是不好的 就是那些文件资料除了知道你是哪里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告诉你出生地 然后还有你的那些原来的户籍在哪里 那我觉得有趣的我先说 就是我以为我们的家人 都是在南投爱兰出生的 但是我意外的发现 我的外公的兄弟姐妹们 其实在岛内的各个地方出生 可能比如说在罗东 在好像有一个在高雄 但其实我以为他们都是在爱兰长大的 但是没想到他们其实 岛内移动成平凡 这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又开心去问他们以前 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乱跑 后来知道我的外征祖父太前 是乐师 就是跟着西班移动的那种 呃 就是 坦音乐器的那种 所以他都跟着西班跑 所以我的外征祖母 我的阿宗 有阿宗 才跟着他到处跑 可是在我以前 我小时候跟阿宗住在海南 一起长大的 我不整 他就是一个很串通的行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在 不会到处乱跑的阿姨 就是老人家 是比较他年轻时代 就是在台湾到台湾都没弄 是一个 然后 平凡的 就是说 呃 会分到别人家的这件事情 在 发展的 我自己的家族里面 蛮多的 像我的 有些是养不起 有些是因为没有厚感 那如果养不起的话 像我自己有两个部份 就是算到 现在的赛德布的台湾 他们到 还有仁爱乡的 红乡的 马里巴 这两个部份 他们到里面 连住民族 这是一种 那也有其他家的 汉人家的小孩 分到我的家族里面 我们收养他 这个也有 所以 会不会意外发现什么 其实我也蛮很确定 但是 我可以肯定的说 透过那些文献资料 或者是那些记录 然后再加上 我发现这些蛛丝马迹 回去混出家人 其实会看到更多的 想象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 我以为 的世界 其实不一样 那我觉得 反正是生活蛮多的 然后也可以认识更多 嗯 家人 对 所以 这是我目前的 小小型的 所以 苏洋如果不是年纪太小的情况 会记载他什么时候入幕的 比如说他的那个 祭司兰 会写说 某某年某某月 从某地的某谁 那边收养入户 到新的这一户的户籍里面 所以如果他是年纪稍微大一点 才被收养的话 是看不到他的 原始家庭的资料 所以 如果他已经写了 他是来自某某地的 因为他就是几号几号 凡迷的某某谁 那你就可以再从那一户去找到 生母的资料 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也看到那个 很小的时候都被收养 就是可能一过 一生下来就被爆炸的那一种 他的 他就不是写在替字栏里面 他是写在下面的那个父母案的资料 你就看他的生母的名字 跟这一户的户主完全没有关系 那那个就比较有可能是 一生下来就被爆炸 但是我看有两种爆炸的情况 一种是同姓或是同家族类的爆炸 兄弟之间的爆炸 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好找 也比较好理清 也比较好去问到 那另外一种就是跨村 就是说爆破家人的小孩 爆山地人的小孩这种 然后这种的话 就不一定能够马上 找到他上面的养父母的资讯 就还要搭配口述资料 如果还有问题 再接受一下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当然给我总结一下 好 那就非常高兴今天 请到两位这么充满活力的 就是未来难道也就能希望的 年轻人来做分享 那其实在他们很丰富的分享里 我也其实因为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礼拜 其实也不断在连接到我们这个学期 其实讨论到了很多主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族群嘛 我们尝试重立说文化里头 原有的那个人官 或者是历史曼谷中的各种多重认同 或者是子民跟国家 怎样去建构族群的意向 我们从很多角度来思考 那个族群是如何被建构的 那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也谈到 就是在我们 一个学期的特性物质文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谈到物质文化 也有谈到人跟物之间的 各种相互建构的过程 或者是物的意向跟的丰富性 如何可以在不同情境段 然后我们有提到 拉托尔怎样去谈物作为物的能动性 如何去召唤各种人跟非人的行动者 那在学当然也有很多对拉托尔的批评 包括里头的权利关系 包括那个cutting network 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物质文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学期 已经看到很多的 然后当然国家自理也是我现在自己正在做 就是我尝试重复转化跟空间来谈国家自理 那刚刚其实大家分享的什么 就是虽然我们都在做国家的计划 那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开上出很多的可能性 那一方面我们是在被治理 可是一方面我们也是一个不断在创造过 我就在那个拼那个碎片的过程中 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可能性 然后还有就是生命死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我有跟同学分享 其实我其实关心的是 到底文化是什么 文化如何内化成一种精神气质 或者是各种人之间对待的方式 然后从生命死其实我也重新再问说 我们大概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分类伴助的可能 包括同学在问的清楚是什么家是什么 或者是宗教是什么 其实我刚和课堂前来跟同学分享 其实你在做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要讲的报复的就是 你觉得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明明是有一种力量在安排着 好像就有一种力量在带领着 这我自己其实包括做过吗 什么其实也有很深的感触 所以我们也从那边在问 到了这些我们当代研究 好像可以开展出很多新的分类伴助 包括区域 我想问一下 岛前那个区域 都想在搭载也是 就是从大过往 就是那个整个区域研究的那个丰富性 我觉得都是我们下一次都在开展的 然后因为是最后一堂课 然后知道大家 这么丰富的分享 我也重新再连结 其实我们这整堂课很多理论的议题 包括族群的 包括物质文化 国家字 或者是在生命史的研究过程 我们其实是尝试去开发出一些可能新的议题 新的分类伴助 然后重新去看台湾这个岛里 其实那个 那么丰富的族群互动 然后我们怎样去建构出一套新的台湾史 所以这个我非常感动 就是从你们的分享里头 可以做重新跟我们这一堂课 很多的理论的议题做连结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 大家就很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两位强热 那我陪你提醒同学 一类二号 那不要讲 不要交报告的事情 那怎么交 然后如果这中间有任何的想要跟我讨论 你可以再跟我认时间 然后如果您有很多包括田铁啊 没有办法马上交给你 请一定要让我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议 好 那我们有两周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报告 1月2号 就是三下星期的午夜前 你要上传电子档 然后进入网上 然后隔一天 隔一天的1月3号 台湾你要到吸管佼佼十分的新闻报告 然后愚老师比较习惯愚读十分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可以请同学交 或者是 你还是很有困难的话 再写信给老师 说明他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看能带能处理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 中间都可以写信来 问我们 就是 诉说你的困难 哈哈哈哈 就大家都发现自己的东西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